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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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此陷入爱河的小黑有事没事就往苏珊那边瞄 躺在床上满脑子里也都是他的身影 最近恰巧看到苏珊也被售火机卡住了 这个是个大山的好机会 赶紧上前现学现卖 帮苏珊把新鲜的苹果取了出来 连做了自我介绍后 小黑夸奖他说 我觉得那天唱的歌如同天籁之音太美妙了 苏珊有点窘迫的说 其实我只想出点声掩盖住嘘嘘的声音 小黑说你有没有兴趣上那个什么溜光大道 而不对是惊妄大道啊 苏珊说我虽然想上台唱歌 可是我这虚拟的币不够买门票的呀 这门票钱得要一七二百万呢 我得登半年的车才行 算了吧 小黑赶紧说不就是门票了 这不叫事 这钱我给你出了 我哥给我留的遗产正好够 这破地方竞争这些虚拟的东西 这神马虚拟装扮 肥猪导弹 光皮丢的美女乱窜 我统统不想看 就是你的歌声是最真实的 苏珊一看你又不过 只好半退半就的从啊 于是回屋后就给女神买票 一开始门票还你妈涨价了 整整涨了三百万 鱿鱼再三 最后还是决定做手买了 那话都说出去了 咱可不能让女神看不起呀 于是瞬间从小康生活 变成了一个彻底的熊光蛋 接下就将门票发给了隔壁的苏珊 苏珊收到门票后 惊喜异常 感动的不要不要的 通过屏幕给他回了个废文 小黑心里觉得 这钱花的可真他妈太值了 于是小黑作为亲友团 陪苏珊来到了溜光大道 工作人员强制苏珊喝下一瓶 叫静心水的饮料 虽然知道这里边可能有问题 但没办法 既然是规定那就喝吧 苏珊第一次出台表演 而不对是登台表演 很紧张 遭到了评委和观众们的 一阵调戏与嘲讽 苏珊说要表演唱歌 可这时负责色情频道的老黑 竟然厚颜无耻问他 你可以嫌弃上衣 给我们看看奶吗 这一问可乱套了 无数位在家观看节目的 宅男老友们沸腾了 不停的起哄假样子 苏珊没搭理他们开唱了 一句过后 他甜美悠扬的嗓音 震惊了全场评委和观众 评委说你的声音的确很不错 也许是这一期最好的声音 但还不是最美妙的 因为你的脸蛋盖过了你的声音 如果你愿意到色情频道服务 我们还是很欢迎的 旁边观看的小黑看不下去了 想找无良评委理论 却被保安强行拉下台去 下台前小黑和苏珊说 亲爱的你可千万别同意啊 评委继续做苏珊的工作说 你看现在歌手已经饱和了 你有两条路 要么回去继续每天登车 要么加入光屁股小组 或者一世无忧的幸福生活 台下的所有宅男们也都沸腾了 苍老师请求你下马吧 苍老师我们要看没有马赛克的 苍老师我们要欣赏菊花 于是在观众们的一致要求下 评委们也为自己的好口才感到自豪 可这下小黑的心情可是跌入了谷底 每日插不撕饭不香 过着浑浑噩噩 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 这天正自娱自乐撸腔呢 这时烦人的垃圾广告又来了 想都没想 抬手想跳过 可由于之前给女神买了门票 钱已经不够了 只见屏幕上苏珊的第一期节目花絮开始了 一个猥琐的男人缓缓向他身边夺去 打算整些污污的事 看到这种女神被别的男人骑在胯下 小黑实在是受不了了 疯狂的杂质玻璃发泄心中的怨恨 等心情平复后 他看到地上的镜金水纸盒和破碎的玻璃 想到了一个可怕的主意 这天当所有人都已经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或者休息或者娱乐的时候 小黑一人默默骑上了自己的动感单车 蹬起了车轮 每天节衣缩时省吃俭用 就连牙膏也只用一丢丢 还次次都和流浪狗一样去捡别人吃剩下的剩饭 几个月后 虚拟币终于攒到了1500万 独算购买一张溜光大道的门票了 于是回屋后购买了门票 并且将那把玻璃刀偷偷藏在了一副后道 准备开始实施他的复仇行动 他知道金金水有问题 拿出之前苏珊用过的旧纸壳 骗人说刚刚已经喝过了 上台后突然掏出玻璃刀 顶在自己的脖子上 威胁要自杀 众评委一看大惊失色 哪来这么个神经病啊 小黑怒吼着控诉这里的生活 说这里所有东西都他们是虚拟的 没一个是真的 你们这帮乌龟王八蛋之类的 没想到说完后 居然得到了评委的大理称赞 你这个演讲太好了 做得太真诚了 我们可以给你开个频道 让你每周拿刀顶着大动脉 来两次这样的演讲节目 你可以永远不用再登车了 好不好的了 这下小黑犹豫了 一帮吃瓜观众再次气红要求他同意 这次他可没喝那个会影响 表演者心智的静心水啊 于是一帮穷角色的生活依旧 但大屏幕里多了张熟悉的脸 小黑成了自杀演讲的频道主 见天拿刀顶着脖子 在镜头面前下列列扯猪子 收获脑痰粉丝无数 从最初上豪宅喝上新鲜的橙汁 屏幕中放映着真实的森林 不用再看垃圾广告 过上了一天想也不该想的成功人士的生活 话说在遥远的未来 每人都会有一个叫记忆内存的东西植入大脑 所有记忆都会被存储到里面 自己可以随时在脑中调取记忆 或者某端记忆投出到屏幕上与他人分享 男主是个律师 到一家公司面试 面试官让他回去等消息 男主坐上计程车赶往机场 途中他拿出可以控制播放自己记忆的遥控器 调出刚才那场面试的记忆 想看看自己刚才表现的怎么样 回放记忆时 人的眼神会变得很空洞 直入耳后的记忆内存闪烁时代表正在读取机 男主用遥控器调回到面试结束时的场景 放大面试官的脸部 企图通过面部表情 分析出得到这份offer的可能性 来到机场赶最早一班飞机回家 这年头安检已经不减行李了 而是让你播放过去24小时 乃至72小时的记忆 看你是否有恐怖行为 男主想早点赶回家 参加一场与妻子朋友之间的party 进来后迎面看到妻子安娜 正在与一个陌生男人相聊甚欢 他有点惊讶 老公咋这么早就回来了 男主说自己是为了参加party 他最早一班飞机回来了 安娜为他介绍 这是小胡子 妻子的表情貌似有点窘迫 几个朋友相互认识了之后 大家想要男主把面试的过程 投放到大屏幕上 一起帮忙分析成功的几率 男主不想暴露隐私给大家看 又不好一次拒绝 正当左右为难是 小胡子过来解了围 招呼大家一起呼启吃饭 餐桌上小胡子高谈阔论 大聊特聊他的婚姻观 爱情观 以及自己的感情史 安娜频频头取崇拜的眼神 表情似乎有点暧昧 这是小胡子又说了一句很无聊的话 只有安娜一人笑的前仰后合 嘴又合不拢了 这一切都被细心的男主看在眼里 回家路上 男主将面试过程放给安娜看 也许她写的是V或者是纳粹符号吧 回家后男主质问妻子安娜 你和小胡子应该很熟吧 安娜被迫说出了 原来她在认识男主之前 曾经和小胡子有过一个月的恋情 男主说原来就是她呀 可你刚认识我那伙说的 可是只好了一周不是一个月呀 安娜说我没说一周啊 你别撤单了 男主听后微微笑 小样的嘴硬不承认是吧 拿住遥控器掉出多年前的记忆 投射到屏幕上 里边女主清晰的说 自己之前和小胡子只好过一周 女主大胸 管她妹的一周还是一年 她已经是个过去式了 老番旧账有意思吗 然后不开心的上楼了 此时一早 男主又请安娜坐下来 等她坐好后 又找出遥控器 调出昨晚聚会的记忆给她看说 明天你在看到我进来之前 和小胡子聊的可欢似了 可自然我进来之后 你表情就开始很不自然 连话都不怎么说了 这是咋回事呢 接着又调出昨晚的一段细节 小胡子瞎喷时 安娜一直寒情默默的盯着她 眼神中充满了爱慕之情 还不服 那咱放大你的表情看 前一秒 你还寒情默默的盯着小胡子的 眼神中充满了不可描述的东西 后一秒 看到我在盯着你看 立马表情变得僵硬于冲破 这又是咋回事呢 狗姐的是安娜又说 其实之前和小胡子 好了六个月 不是一个月 男主调侃到 真是永不消失的电波呀 不对是永不消失的浪漫呀 接着安娜又恼称怒了 我俩早没关系了 他们还有玩吗 然后一牛脸又回屋了 汽车直奔小胡子家 小胡子没想到 男主会突然大驾光临 非常诧异的询问他此行的目的 可男主压根不搭理他 静止自己三两步上了楼 进屋后反科为主 立即桌子上酒瓶打开就喝 之后掐着小胡子脖子 并且打碎酒瓶子 威胁他掉出所有之前 和安娜的激情回忆记录删除掉 不然后果自负 小胡子没办法直好照度 将记忆投射到大屏幕上 掉出之前 所有与安娜啪啪啪的记忆片段 一个delay他按下去 将这些记忆永远的抹去了 男主走后 独自在脑中回放刚刚的记忆时 却发现了一件 稀死恐急的事情 自己被事情的真相震撼到 连战都站不稳了 回家后 指着卧床后边那幅画 对安娜说 你一直喜欢那幅 从来看不上眼的破壁画思博 媳妇一脸懵逼 这画咋了 老公死不死脑抽了 接着男主拿出遥控器 给媳妇播放 刚刚他去小胡子家的记忆 就在播放到小胡子山徒 和安娜曾经啪啪啪的记忆时 男主一个放大剑 按过去说 瞅着这段啪啪啪点AVI视频没有 后边这幅画一眼走不 安娜赶紧解释 那啥之前那不是咱俩吵架 你这家出走了五天没回来吗 我心里实在难受 男主说 合着就几千美老爷们陪 你就憋不住了呗 安娜拼命道歉 说自己错了 男主又问 戴套没 关键是我亲生的不 安娜说 那必须的吗 男主说 行啊 那放到屏幕上 让我看看那段吧 安娜说 那个什么 我希望那段赶紧过去 早就全删了 男主说 行啊 那你记忆里肯定有一段空白了 那你放这段空白给我看吧 那有点慌了 找出妖怪器 想背着老公偷偷在脑子里 把这段不堪的回忆删了 可男主多惊 看穿了他的小心思 一把安国他的头给拦了下来 实在躲不去 安娜只好找出那段啪啪啪的视频 播了出来 屏幕上小胡的光字定出现了 安娜全程羞愧的地头 脸都不敢抬 这件事过后 男主守着只有自己一隐的房子 搜寻着和妻子以前开心的记忆 宝宝刚刚出生时 安娜曾经对他柔情似水的温柔眼神 以及温热的红唇 刚出生的超萌又可爱的乖乖女宝 出现在眼前 安娜与自己甜蜜美好的回忆 在家中无处不在 然而 现在却以人去防空 为什么这一幕幕曾经温馨无比的画面 之前一直没有发现呢 人们在愤怒争吵的时候 往往会自动忽略彼此之间 所有美好的回忆 只会选择想起对方的种种不好 回方完所有曾经温暖的 现在是痛苦的记忆 男主默默准备了两个工具 先将刀片拾起 将他缓缓伸向了耳后 将脖子深深的划开了一道口子 随后又拾起钳子 将他对准记忆内存潜了过去 潜出这个高科技的产物 永远告别那些曾经美好 或是不开心的记忆吧 大家好 宇哥今天继续介绍英国的神剧 黑警国歌 话说英国首相卡总 这天半夜 突然被一个紧急电话给吵醒了 原来是出大事了 公主为绑架了 绑匪还发来了真人视频 让他们看 视频里边 公主声泪俱下的说 卡总 那小名可在你手里断着呢 你看着办 如果你不帮我的话 今天下午四点 我就要被咔嚓了 想救我的话 绑匪就有一个要求 你本人下午四点 通过所有电视网络 互联网络等所有网络 直播自己语头 都发生性关系 只有这样 他们才会放了我 卡总已经傻眼了 Are you kidding me 大臣一说 这是真的 卡总表态 反正暗示绝对不会去日猪的 其他几位纷纷复合了 那必须的嘛 怎么能暗示日猪去呢 这事绝对不能干呢 这时卡总又发话了 赶紧封锁消息啊 这事不能传出去 大臣一说 不好意思啦 这视频就是从YouTube上找来的 目前至少已经有五万人看过了 现在卡总只想骂娘 大臣又说 我们已经给电视台 发出第五类通告了 争取不让他们播放这条新闻 至于他们到底听不听话 这个咱就控制不了了 天亮之后 很多民众都看到了这段视频 成了街头相伟热议的话题 UKN电视台的台长 要求员工遵守规则 不要播放这条新闻 女记者觉得台长是个怂货 台长说 不光咱们 其他电台 BBC和天空广播也都没放啊 话音未落 窜进了一员工喊道 播了播了 这什么CNN 福克斯还有CCTV的都播了 台长妥协了 那就播吧 但表达要含蓄委婉 不能太悟 一位大臣找了个导演 然后用电影特效的方式 做个假直播蒙骗绑匪 导演表示 这个基本上很难 各级的民众纷纷通过电视台等渠道 获取了这个超级震撼的重磅新闻 一位女记者为了出名 偷偷联系卡总的手下 想获取内幕消息 企图用出卖肉体的方式套取刑报 卡总手下直接给拒了 结果他端进厕所 拍了张半身照 就森子过去了 卡总手下这小伙一瞅 我的妈 这可有点刺激啊 媒体采访时 大部分的民众都表示 哪有这么羞辱人的呀 纷纷谴责绑匪 立即卡总不能妥协 卡总在民意调查中的支持率 高达80% 但评论显示 其实民众们都挺想看这场直播的 卡总的妻子得知此事 问老公 咋的你还真想日猪啊 卡总糊弄他说 别着急 绑匪已经快抓到了 妻子知道他是骗自己呢 我太了解人性了 他们就起闻看别人出丑 就爱幸灾乐祸 卡总赶紧说 我不会干那事的 妻子又说 可人们已经开始想象了 这他们脑海里也正做那事了 卡总仅仅抱着了妻子说 放心吧 我是绝对不会日猪的 这时一位大臣推门而入 说白金汉宫那边 女王正来电话找你呢 女王在电话里给卡总施压 让他不惜一切代价救出公主 这分明是秃子头上的柿子 明摆着就是逼他就范呢 这时传来了好消息 通过绑匪上传的视频 跟踪IP地址 查出了藏身的位置 就在一所2012年关闭的废戏学校中 卡总的小队 找来了一位提身演员 女居者这边 为了获取独家新闻豁出去了 到兔兔里解开裤子 拉利尔再次报照 把这张报照发给了卡总的手下 小伙一看 这个更刺激 再不给偷点消息的话 实在说不过去了 这边一位大臣安慰卡总说 放心吧老哥 现在民众们都很同情你 就算绑匪在抓捕行动失败 就算公主被绑匪撕票了 这笔账也算不到你头上 可卡总现在心情依然很沉重 吐了个烟圈没说话 就这电视台收到了一个快递 打开一看 这张报照片得知了卡总找提身的事 这是对他作弊的一个惩戒 电视台还很快播放了此事 还拿公主带订婚戒指时的照片 做了对比证明确实同款 民众们看到这个新闻后都沸腾了 纷纷表示同情公主的遭遇 认为卡总应该轻松绑匪的命令 不该偷钱耍滑作弊欺骗绑匪 觉得他应该为此事负责 卡总这边脸都气绿了 绑匪可一开始就说了不许作弊对吧 谁让你擅自找提身去了 你这可是帮到嘛 女大臣说我觉得有必要这么做 卡总气得咣当一脚踹到了桌子上 这还不解气 接着又愤怒的掐着女大臣的脖子 差点动起手来 这边民众的采访开始转向了 纷纷调准枪口指向卡总 86%的人认为他应该直播日猪救出工作 时间所剩不多 实在没其他招了 卡总只好派出小队去抓捕王匪 女记者靠出卖色相 从卡总手下那里探听到了行动的消息 偷偷一同前进 这座废弃的学校拿着手机开始现场直播 特点小队展开突击冲进学校内 踹开房门偷出一支烟雾弹 冲到近前一看 这只有一个仿真的人气模特 卧槽被耍了 绑匪肯定是用了代理服务器 连接到这里骗了他们 这时队员发现了女记者 还以为她是绑匪的 赶紧展开追击 瞧个玻璃从外边一阵突出 逃跑失败了 腿还被打伤了 队长得知她是记者 气得一枪射爆了她的苹果石 最后一次希望破灭了 卡总从头凉到脚 这时女大臣又来了 拿民众的投票压他 说了一堆大道理 意思就是 现在民众都想让你妥协 不就是个猪吗 又不是让你死 而且名义难为呀 你要是不同 那就是个不言不义 千夫所指 一臭万年的垃圾 旁边那位老哥还跳罗边 对 现在民心所向 你就同了吧 女大臣又说 民众 皇室 以及党内都很赞成妥协 之前你们可不是这么说的 咋变得这么快呢 卡总我气得知骂娘 就是老妖婆儿 开始威胁人了 如果你拒绝 你和全家妻儿老小的人事安全 可就得不到保证了 卡总感觉自己被人当猴耍了 于是电视中播放着 堂堂一国的首相 卡总坐上小机车 前往演播室 准备和一头母猪啪啪啪的画面 一般喜欢看热闹的吃瓜 观众们兴奋异常 守在电视机前等的看好戏 卡总媳妇看到新闻后 赶紧联系老公 卡总没法接 接了咋说呀 抱歉了 媳妇 我最新的出轨对象是一只母猪 这也说不出口啊 旁边的老妖婆还安慰他呢 放心吧 卡哥 任何存出你日猪视频的行为 都是非法的 那是要坐牢的 另一位也安慰他 对 我们会告诫民众别看 而且播放前会有侧耳的风鸣声 故地没啥人看 结果这边啪啪啪的打脸 酒吧里是人生顶飞 人头攒动 人山人海 已经首相要日猪 这别提多来劲了 纷纷举杯相敬 估计看世界杯时都没这么热闹 直播终于要开始了 风鸣声一响 人们纷纷捂住了耳朵 大姐小巷 事外的地方是一人没有 甭管老人小孩都守在电视机前 翘首以待这个老少嫌疑 童走无欺的人猪大战 这边老妖婆继续执照 卡哥 大夫人你可别心急 如果你发生太快 会被人们认为是饥渴 甚至是享受这事的 多别会儿 我看好你 坚持就是胜利啊 卡总终于和这只可爱的小动物见面了 直播观众们看到卡总 显然老高兴了 一个个乐的嘴都合不拢了 一场大战即将开演 卡总心中万念俱灰 缓缓地拖到上衣 即便一千一万个伯乐意 还是得上啊 对屏幕说了一句 我爱我妻子后 就提枪上战场了 刚才还幸灾乐祸 等着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民众 大部分转而开始同情卡总了 看着卡总痛苦不堪的表情 有的人捂住了因为惊讶而张开着嘴 有的人眉头紧皱 有的人低头侧目 山岩泪下 在空无一人的大桥上 一名身着绿群的女子 一瘸一拐地走着 原来公主被绑匪放出来了 最后终于体力不支倒了下去 在一间破旧不堪的小屋里 真正的绑匪其实是个艺术家 他上吊自尽了 那只断纸其实是他自己的 总算有人发现了 晕倒在地上的公主 警察上前查看后 搀扶着将他带走治疗去了 卡总历经了一个多小时 终于完成了重大的使命 倒在马桶上呕吐不止 气死横流 狼狈不堪 老中午一片空白 媳妇打去电话 可此时的他哪有心情接电话呀 老妖婆接到消息 公主的三点半就被绑匪放了 这早被人发现 卡总就不用遭着罪了 老妖婆说这事不可外传 尤其不能对卡总说 那边笑着说 是嘞 我懂 敲向洗手间的门骗卡总说 公主已经安全归来 是你救了他 卡总听后内牛满面 我可算是没陷着眼 没白造着扬醉呀 一年后 卡总从阴脉中走了出来 和妻子共同参加公益活动 镜头前两人感情甚是甜蜜 他做出的牺牲民众都看在眼里 支持率还上升了三个百分点 可刚到家 妻子马上就变脸了 面沉似水冷若冰霜 卡总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戴 却得不到妻子的爱 这样的生活又有什么意思呢 大家好 宇哥今天继续介绍 科技改变生活的神剧黑镜 我说男主小爱 是个重度网络依赖症的人 前天泡在推特Facebook上 和妻子娜娜两人感情非常好 这次出门可买了不少生活必需品 小爱看到一张自己小时候的照片 就拿手机拍照 迫不及待的分享到网上 四日清晨 小爱准备前去租车处 归还昨晚借来的汽车 和妻子温柔的告别后 就起身上路了 女主依然在家继续工作 原来女主是个设计师 这个工作台真的是太高客气前卫了 宇哥也还要想要一个 这样以后就可以用这个做视频 为你们讲故事了 到了傍晚 小爱依然没有回来 女主有点不放心 打过去电话 就提示互转的来电提醒了 牵涉越来越晚 又给租车处打电话 查询后告知 根本就没有人来换车 已经逾气了 女主又联系姐姐 姐姐觉得她都信了 不会有事的 话音未落 雾外闪起了警车的车灯 女主知道小爱肯定是出事了 小爱的葬礼上 闺蜜给女主推荐了一个软件 说这东西能收集到 所有小爱网上的信息后 陪她聊天 女主本来心里就烦 这婆娘还逼逼个没完 一肚子火瞬间发泄完 回家后查看邮件 闺蜜发来email 说已经帮女主注册了这个软件 接着就收到了一封 小爱署名的邮件 和她打招呼 女主觉得这个玩意 居然还用丈夫的名字 心里别去多别扭了 简直对死去的老公 是一种天大的侮辱 气得又打电话 和闺蜜狂吼着发火 闺蜜也不生气 耐心的和她说 这软件可以收集当事人 所有发到推特 Facebook上的内容 了解的东西越多 就越像本人 也许能让你好受点 在见女主工作的时候 突然感觉胃力 一阵阵翻江倒海 于是我们影视剧中 惯用的桥段就出现了 用艳雨瓣一侧 果然坏了宝宝 女主的心里五味杂陈 一个真会跳的时候 偏偏这个时候来 如果这时死去的 哈尔特爹 能给点意见概要多好 撕准再三决定试试那软件 忐忑地用手指点了上去 AI聊天的风格 和乙夫的小爱 感觉太像了 女主向对方 道出自己怀孕的事实 AI的恢复也十分暖心 这感觉就像是 男主复活了一样 女主激动到 再也无法控制情绪了 这时AI又和女主说 其实只要你愿意 咱俩还可以打电话聊天 于是 女主按照AI的指示 将手机里 所有和丈夫相关的视频 都上传到软件中 系统收集到所有数据后 开始对这些信息 进行一系列的处理 时刻多日 女主终于又再次听到了 小爱那熟悉的声音 激动的热泪盈眶 于是两人开始 见天包电话周 还去了以前 二人经常去的草原 女主决定生下宝宝 去运检 都必超时 都不忘用手机 拍下肚内宝宝的影像 出来后发给丈夫 分享喜悦的心情 就在女主边打电话 边穿外套的时候 一个没留神 手机摔倒了地上 这个突如其来的状况 给女主吓坏了 手机摔坏了 那边的声音 也变得若若无起来 急着她赶紧往家中奔去 回家后把手机 放在修舞台上 一会儿手机修好了 那边终于又传了 小爱的声音 这时AI告诉她 其实还有个更高级的服务 能以真人的方式 陪伴你 就是这服务有点贵 接着就撒了些 自然辣椒之类的多量 忐忑地等待机身的苏醒 二楼传来了脚步声 女主紧张地上前 一睹放容 一鸣和小爱 长得一模一样的小伙 光溜了站着跟前 羞涩地望着她 女主说 我好想你 真的好想你 接着就扑上一句机文 俩人脱光了拦到床上 女主说 其实小爱脖子那有颗痣 小伙说 是吗 别急 看我给你变变变 于是一颗神奇的小黑点 长了出来 之后女主 再也抑制不住性冲动 睡了机器人 晚上休息时 女主先机身 没有呼吸的声音很别扭 于是机身照着座 发出了呼吸的声音 可女主又挑毛病说 能听出来 她是装的太做作 面临她粗点 机身很听话 让走咱就走吧 女主又不高兴了 说真实的小爱 是不会这么听话的 你说你咋那多事呢 于是机身又回来了 看女主不高兴了 刚想安慰一下 可这时女主再次发飙 赶她走 机器人回头问 你这次是真的想让我走吧 女主这次亲自上阵 将机器人推出门 让她滚出去 接着又垂吹打打的门 说你根本就不是她 其实你什么都不是 还说如果是真的话 都这样的 怎么能不还手呢 快咋会呀 机器人一听又误会了 对女主说 我的资料库里 有大量的丰富的骂人的话 我多给你整点说出来 你要听听不 女主愣了几秒后 再次怒吼的 将机器人赶下了牢 次女主开灯骑车 将机器人带到一处荒郊野外 接着将她领到了一处悬崖边上 命令机器人从这里跳下去 机器人说 我这也没有自杀或自残倾向啊 女主说 你只长得像她 你根本没有思考能力 压根就不是她 机器人说 你看我就是来取悦你的究竟个啥呀 女主说 行那你听我的跳吧 于是机器人就打的真跳了 这事女主又说了 要小爱的话 她早就吓哭了 于是机器人又听话 向女主哭着求咬 请求不要让她跳 女主实在忍不了了 崩溃的狂吼着 一会儿许多年过后 肚子里的女宝已经长大了 这天正还是女儿的生日 女主给她分蛋糕 大宝却非要多拿一块蛋糕 女主问为啥 女主说要给小爱送去 于是放下梯子 大宝带着蛋糕走上阁楼 原来女主之后 一直把小爱血藏在阁楼里 眼不见心不烦 而女儿也只是想拿小爱当借口 只是自己想多吃一块蛋糕而已 于哥看这个片子的时候 虽然觉得可以理解女主的心情 但机器人小爱其实真的很可怜 好在机器人不会有思想 如果有的话 心里最难受的那个人应该是他吧 于哥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 英国的神剧黑镜 里面开始 女主黑妹在一所房间内醒来 头部一阵阵阴隐作痛 电视画面定格在一个奇怪的符号不动 地下散落的一堆小摇片 好像以前的记忆都没有了 来到楼下 一层的电视里也播放着这个很像炯的符号 日历上画满了记号不知道啥意思 看到箱矿里有张照片 拿几张黑人小女孩的照片查看 这时脑中闪过了一段以前的记忆片段 相框里与自己合影的男人又是谁呢 屋里是没啥线索了 到外边找找看有没有人认识自己吧 出来后看到附近的楼上 每个窗边都有人拿手机拍的 这你妈都是什么鬼啊 气氛实在有点诡异啊 黑妹继续往前走了两步 小事问道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我什么都记不起来了 这时有个偷拍在那家门一闪而过 黑妹缺少运动细胞 不但没对上 还为楼上的偷窥大叔拍了个惊光 这时从不远处开了一辆绿色小机车 接着从车里出了一个 戴着窘子服面罩的神秘红衣男人 这时他竟然去后备厢 拿了把松滚猎枪出来 接着端着小猎枪跑着就往这边袭来 惹不起咱赶紧跑吧 后边竟然又围上了一群手机拍摄者 黑妹疯狂的逃跑 跟拍的人就跟剑着打熊猫似的 跑到一所加油站前 一名看着像是正常的迷太姐正加油呢 一看他来了赶紧呼唤朋友跑路 这时红衣人已经瞄准他们了 还好没打中把车太舍爆了 塞尔赶紧躲进一个便利店 比见一个瘦国贵 吹到挡的门前 迷太男惊慌失措的看着他 他也惶恐万分的盯着迷太男 外边已经围上了一群派他们 迷太姐让迷太男拖住红衣男 自己抱着面糊器 跑里边去砸上锁的后门 这时红衣男已经快把玻璃砸碎进来了 黑妹就快瞎尿了 终于玻璃窗还是失手了 红衣男缓缓从门外跨起来 迷太男虽然很怕死 但还是豁出老命 上前把红衣男扑倒了 连人激烈的纠缠打斗了起来 这边迷太姐已经把后面撞开了 黑妹一看还是保密要紧 甭管的什么迷太男跟屁股后的跑吧 躲垃圾桶后边偷眼关桥 迷太男明显是挨枪子了 亮亮跳墙机撞了 走出来最后还是没撑住倒在了地上 红衣男虚无撑住的装前子弹 俩一看这一架是接着嚎吧 这时又驶来一辆越野车横在前头 俩人躲后的偷瞄 只见从车上下了俩戴面具 穿着十分诡异的人 一人手里拿着一个恐怖下人的兄弟 又出他们这边来了 俩人玩命逃到一栋红墙小屋里 躲起来后黑妹问 我在一个屋子里醒来 不记得自己是谁了 你知道咋回事吗 迷太姐问你啥都不记得了吗 黑妹拿出照片说 我觉得这可能是我的女儿 迷太姐问 见过一个闪动的窘子服吧 这符号出现在每一个电脑 电视的屏幕上 迷太姐接着说 这个符号对人的大脑有影响 把人都洗脑成了到处拍的拍客 就像啥也不关心的旁观者一样 当然也有像咱们这儿 对那符号免疫的人 黑妹又问 那那个红衣男和单面具的呢 迷太姐说 这些人叫掠夺者 到处烧杀抢掠 反正没人管 迷太姐这时拿出一张地图说 咱们得往南走 那里一个叫白熊的信号发射站 咱过去把这个发射站破坏了 就暂时安全了 黑妹一听白熊对这俩字有了反应 脑中再次闪现出那名黑人小女孩的图像 看到门口这俩还在拍的傻去 黑妹终于控制不住情绪 恼羞成怒了 捷地地上的一块板桌上一些俩人秩序 让你们压体的再拍 这时不远出戴面具的掠夺者 又往他们这边来了 没辙俩俩继续跑吧 后头一眼穷追不折 这时突然来了一辆小金杯车 停在他俩面前 车上的小胡子男人 让他俩赶紧上车 尽管不知事实有 但这时他俩没得选 反正不上车就死 那就上吧 上车后 黑妹总感觉小胡子 有种死曾相识的感觉 说他看着眼熟 但又想不起来在哪见过 这时小胡子说 咱不去发射战了 我带你们去个小树林吧 那里比较安全 下车后 说想给俩人看点好东西 没想到居然端着猎枪出来了 原来他就是那个戴面罩的红衣男 逼着黑妹戴上面罩 端着猎枪 威胁俩人往小树林走 没办法人家有枪 让干啥就干啥吧 到了一处地方 摘下面罩一瞅 你妈这都什么鬼地方 树林掉了那几个玩意儿是啥 下去后往树林一看间 掉着一句句死尸 每个人自视都跟耶稣似 把脸儿带到小树林中间后 小胡子接了个电话 机制迷太姐一看好机会 趁机飞快地逃走了 胡子发现后 蹲枪就射 但太远了没打中 于是他把黑妹绑到树上 从包里掏出了一把恐怖的电钻 不远处拍个门 又阴魂不散地出现了 黑妹吓得酷地喊慢 爱好求饶 眼看要被转的时候 迷太姐赶来江湖救急 毫不留情的开枪射死了小胡子 俩人登上了小胡子金杯车 实现了之前迷太姐说的发射战 差点就被旅得者追上了 真是太悬了 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白熊发射战 军情后看到这里的屏幕上 都是炯子服 迷太女到处交游 打算烧了这里时 面具侠们又出现了 迷太女上前与对方撕打时 胳膊还受伤了 怂了大半疾的黑妹 这时总算开下决定不怂了 抢过猎枪举几片射 可没想到射出来的 竟然是一团彩花 就在她一脸懵逼的时候 身后的门缓缓打开了 台上无数名观众热烈的骨子掌 越来越远 看不明白啥情况了 就是包括迷太女在那几个人 一起将黑妹靠到了椅子上 然后言语嘲讽地看着她 感觉这刚才一直在演戏呢 看着一点疑惑的黑妹 小胡子为她道出了事情的真相 屏幕上的这名女子就是黑妹 另外这名曾经出现的 箱块里的男子 就是她的未婚夫 两人共同合谋 干了一件索文清文的坏事 在离家不远处绑架了一名 六岁的黑人小女孩 女孩的父母之后 身材埃肯绑匪放人无果 案子唯一的线索 是一只玩具小白熊 她在离家两阴雨处的路边 被人发现 小女孩最后在这个小树林里 被找到 她被人裹在一个睡袋里烧死 在黑妹的手机里 发现了一段 令人发指的折磨 并杀害小女孩的视频 黑妹的男友的纹身 就是穹斯福 她杀害小女孩的过程 被黑妹全程拍摄了下来 法官也认为 黑妹的行为十分恶劣 心地歹毒 因为她狂热地围观了 小女孩受虐的全部过程 理应时当增行 而黑妹的男友 因为在拘留所的囚牢里自杀 所以法官及民众们 决定让黑妹接受所有惩罚 让她误认为 小女孩是自己的女儿 再让她体会到女儿被害的痛苦 之后 把她放进三面 都是玻璃的球车中 赤裸裸地展示给群众们 游街示众 然后工作人员又像抬轿子一样 把她抬回到了一开始的房间 小胡子将腰片撒在地上 伪装成她要自杀的样子 接着又拿出一对耳机一样的东西 撞在她的太阳穴上 抹掉所有她之前的记忆 又在电视上 为她播放黑人小女孩的视频 原来这视频是黑妹以前自己拍摄的 出历头当后就出来了 留下黑妹一人在黑暗中 痛苦不堪的哀嚎着 工作人员把所有东西放回原位 将小公的照片放回相框上 故意让黑妹以为是自己的女儿 小胡子拿住马个笔 在日历的第十八天上 标上新的记号 原来房间及周边的整个社区 实际都是一个叫 白熊正义公园的设施 有五名演员领导 其他拍个都是入园的游客 配合五人一起表演 圆的三条规则分别是 一 不许说话 不但不能和黑妹说话 和其他人也不能说话 就是让黑妹以为大家都被催眠了 二 和黑妹保持距离 因为她很危险 昨天还拿板准拍人了 三 祝大家在园内玩得开心 新的一天到来了 黑妹再次从藤栋中进行 毛人失措地看着陌生的房间 及炯子服 各个住院的民众 潜伏在各个地方 认真敬业地拍摄着 尼泰尔人主准备着新一天的表演 小胡子重新戴上炯子服 面罩准备上路 表演周而复始 日复一日地进行着 黑妹一次又一次地 经历着惊悚恐怖的一幕幕 当然一切都是化妆家表演 只为让她体会到 什么叫做绝望的恐怖 宇哥其实挺红情黑妹的 看完这部片子 你们的感觉又是什么呢 好了 这次就到这儿吧 今天宇哥继续介绍 英国科幻神剧 《黑镜之沃多时刻》 话说在英国 A地区的国会议员 因生活作风问题 被迫辞去了国会议员一职 职位有了空缺 女主是工党旗下的一名政客 想参加A地区国会议员的竞选 她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说 成功成为了候选人 准备参加选举 再看男主 是名喜极演员 他创造了一个 名价沃多的卡通熊形象 男主负责在后台 人工操控沃多的动作 并给他配音 节目组创办了一个 叫沃多时刻的 搞笑娱乐栏目 很受观众们的欢迎和喜爱 这天节目的嘉宾 是保守党的代表人 门罗先生 他是名政客 男主借沃多之口 在节目中对门罗 疑通了冷嘲热讽 连挖苦带嘲弄 逗得观众们哈哈大笑 搞得门罗先生尴尬不已 节目很成功 节目组大boss对男主 大家褒奖 合得说 沃多在推特上火了 那可是人气爆棚啊 于是屋 电台想为沃多搞一个 叫沃多笑的视播集 看到门罗准备参加 A地区的选举 决定让沃多从中捣走乱 在门罗在街上 游舍民众的时候 沃多就跳出来干预调侃的 蹭热度 男主一听急了 我不懂也不想玩政治 boss不理他 居然决定 让沃多也参加 国会议员的选举 还说就算民众 不给沃多投票也没事 咱主要是为了吸引民众的注意力 增加曝光度 这天门罗正为了竞选的事 在外边和民众谈心 聊着好好的 一辆带屏幕的汽车 突然冒出来 沃多搞怪的和众人打着招呼 接着又讲了一个搞笑的段子 逗得人们蓬腐大笑 而后开始用低俗下落的语言 攻击门罗先生 要和他对话 门罗先生被烦得不要不要的 最后决定冷处理 不接沃多的话茬 顺便派人去查一下男主的底细 这点门罗正在街上和一个商贩谈营业执招费的问题 这时沃多又来了 上蹿下跳 新野民众的注意 门罗老哥快回话 众人的注视下 门罗也只好被迫开枪 你都不存在我理你干嘛 你只是个喜剧演员 沃多开始人身攻击了 你个虚伪的白痴政客 接着居然耍起了流氓 引得围观的众人笑声连连 门罗先生的眼色难看极了 晚上完工后 男主和助理一起来到下榻酒店 政治没入住 碰巧看到女主野猪的这家酒店 助理说 你知道吗 他就是要参加竞选的工党候选人哈里斯 男主脸皮挺厚 一屁股都到女主旁边 给他吓一跳 男主说 其实我是你的竞争对手 我就是五党派竞选人沃多 背后给他派音的写剧演员 诙谐幽默的话语打动了女主的芳心 他毫无戒心的告诉男主 自己这次来参选 压根就没打算取胜 他知道自己水平和经验有限 这次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加曝光度 给下次竞选做铺垫 俩人聊着聊着 就聊到床上去了 搬完事后 男主想和女主长期发展 管他要手机号 女主也很喜欢他 想都没想就给了 这一天沃多又在街上搞怪拉选票 还拿门罗先生的脑袋当球玩 工作间隙 男主想女主了 给他发了个短信 女主这边把自己昨天碰到男主的事 和领导说了 领导听到女主把自己参选的事 河畔拖出大为光火 说男主就是个满嘴脏话 只会说混沌子的垃圾 估计沃多下一步就要对付女主了 生气的命令女主 以后别再和她见面了 于是男主再次给女主打电话 他不敢接了 男主也不知道他咋了 守住再度等他回来后 冲上前去想问个究竟 女主冷漠的告诉他 对不起 选举期间我不能再和你见面了 这天保守党的门罗 共党的女主 还有五党派沃多三位候选人 共同参加一个辩论节目 门罗先生还没说两句 沃多又开始买他的了 逗得观众们哈哈大笑 人家门罗这次不忍了 直接倒出了男主的全名 男主愣了 我靠 丫居然人肉我去了 门罗又说 这伙只会嘲弄别人 当他想不出正经销唬时 就靠骂人来哗众许宠 我认为这样一个傀儡 出现在辩论中扼杀了一切有意义的讨论 这伙既没立场 又不等正着有什么资格参选 这番话可是说到男主的心眼里去了 沉默许久 愤怒的发了标 你丫给我玩蛋去 你就是个笑柄 还没我有人样 我至少还是个有蓝屌的假熊 你们这帮政客都一个得性 接着又开始抨击女主 说女主比门罗还虚伪 明知自己没机会 只是为了积累经验 上电视宣传自己 就是个职业政客 最后竖起一只大大的宗旨 白白了您呢 这次可给男主气坏了 台下的观众却掌声雷动 男主愤愤不已 转身离去 给女主窘坏了 经历了这件事的男主备受打击 喝了个鸣鼎大醉 心情很糟 开始反思让沃多参加竞选 到底对不对 一个既不懂政治 又没立场的虚拟人物 却妄图去参政 可沃多却在优托不上火了 视频播放量已超过了上百万次 boss找男主聊天 你晓得干的不错 沃多现在已经在候选人里排名第三了 我们又给你安排了一个电视节目 男主一听真急了 我不是政客 也不想当政客 而且我对政者非常不感兴趣 boss继续游说 沃多能吸引年轻人的注意 这帮人就喜欢在这无厘头的傻熊 男主说 可他干嘛就没立场 他不需要有立场啊 见男主软硬不吃 索性下了通牒 不干是吧 那你呀滚蛋吧 也要我自己来扮演沃多 男主慌了 你干嘛就不会操作 不会配音啊 可boss的模仿能力也不差 男主不想自己苦心经营创造的角色 被boss毁了 最后还是回到了演播室 老大一看很欣慰 可算开窍了 请您上座 沃多再次登台 因为他做事不按针法 以及对对手公然藐视 嘲讽 引起了强烈功名 沃多现在已成为家喻户晓 无人不知的网红名人了 主持人问他 沃多 你作为底层人的极限物 这种做法 不是令真正有效的意见 得不到重视吗 你这种行为 实际上是很危险的 女助手赶紧在一旁提示 男主如何应对 男主不懂政治 自然没法回答 只好顾左右而言他 扯些乱七八糟 有的没的东西 根本不给主持人说话机会 节目结束 boss很满意 这时上头来了一位 高层人物约见他俩 握过手后说 你们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沃沃简直太棒了 来当我们的最佳名利领袖吧 人们看到一个政客 会心生反感 但沃沃是个虚拟形象就不会了 还能帮我们传达政治理念 你们可以把他当一个品牌来做 我们可以帮助把沃沃推向全球 走向世界 你看这多好 宇哥就觉得他只想让沃沃当一个傀儡 女主上次被沃沃侮辱后一直修沉 心灰意冷 见天门在办公室里搞后勤工作 男主看到电视里播放 女主支持率越来越少的新闻 心里也很内疚 他去找了女主 对他说 对不起 我不该那么说你 女主大吼 本来我是想等竞选结束后就给你打电话的 现在你这么搞 只会让门罗更占优势 反正你也不会赢 但至少我还想做点实事 如果你真想推行革命也好 但你又不是 因为那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智慧 你有自己的立场吗 女主这几句话问得男主无言以对 惭愧至极 在这节目组再次上街做节目拉雪票 男主操作了沃多将群众招呼过来 你们别给我投票了 我就是个傻蛋 都投票给门罗或哈里斯吧 只有傻貌才会投票给我 BOSS当场蒙圈 你也小的喝多了吧 别投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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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SS上前捂嘴 男主索性都撤离走了出来 大家快看 我就是沃多 这熊不是啥猴鸟 这是沃多突然活了 BOSS开始自己操作沃多 说的粗话大骂男主 男主一看着急了 抄起路边的垃圾桶 披头盖脸朝大屏幕上秩序 于是BOSS开始叼动群众 谁给他抄揍一顿 我就给谁五百大羊 正赏之下必有勇服 一名虎背熊妖的壮汉 冲出来将男主一把按倒在地 盯管武色就是一通臭揍 沃多那猥琐的表情 实在太恶心了 到了公布选举结构的时候 一连举三的女主排名第三 保守党的门罗先生 以微弱优势击配沃多 当起为A地区的国会议员 门罗这边正高兴呢 不安分的沃多又开始裹乱了 谁拿鞋扔他 我就给谁五百大羊 无数着鞋的知性抬动 会场一片混乱 男主的电视中 看到这一幕心塞不已 果然在不久之后 还是出事了 满大街都是失业 无家可归 睡大马路的人 警察残暴的执事法 不惜动用武力 驱赶着流离失所的人们 这一切肯定都是沃多干的好事 男主也毫无悬念的成为一名 身无分文的流浪汉 大屏幕中沃多 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知名品牌 冲出欧洲 走向了全世界 哪儿哪儿哪儿 都有这只小贱熊的身影 男主气得 往他脸上丢酒瓶子 结果警察冲过来 就是一发电击 用电棍往他脸上砸去 以示惩戒 沃多神教千秋万代一统全球 执恩法昂首挺胸 大踏步扬城而去 至于男主是死是活 就没人关心了 同男主一样 与哥我也对政治上的事一窍不通 这集真是硬着头皮作弯的 由于水平有限 若哪些地方存在错误 还请大家多多尽量 大家觉得 娱乐能否代替政治 相信大多数人的回答 都是否定的 但这集中的虚拟形象 蓝熊过多 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 我觉得这个和现在人们的生活状态有关 如今社会 工作 生活节奏很快 人们的工作 生活 心理压力大 需要有些娱乐 好玩 刺激的东西来调剂 枯燥乏味的生活 而沃多这个一脸贱样 凭借说脏话 黄断的来哗众取手的形象 正好满足了一部分人的心理 替他们说出了心声 达到了心理上的共鸣 这类东西 确实迎合了一部分人的心理 也许是宣泄的心理 亦或是猎疾心理 众所周知 政客是狡诈 虚伪 自私的 这些民众算是借助沃多之口 对政客嘲讽 恶搞了一把 得到了心理上的满足 但沃多这么一个 没有任何立场 没有党派 明明是靠搞笑和攻击他人为生 根本不懂政治和治理国家的虚拟人物 你让他参照 这不是搞笑的吗 即使政客是伪善 自私的 但人家再怎么 也是懂政治想改革的人 脑子里有想法 有报复 有立场 这制度怎么才能让国家变得更好的人 你让一个屁头不懂的娱乐明星 相声演员 断的手去参照 这不是闹呢吗 但不得不承认 某些影是明星大V 网红达人 确实能做到一胡百用 带动一群脑谈粉 听风就是雨 整个网络暴力 人身攻击还是不成问题的 好多人都觉得搞民主好 民主最后的结果 就是沃多当选 既公平又公正 可看看世界都变成啥样了 这些给沃多投票的年轻人 崇尚的都是娱乐致死 根本不懂政治与国事 根本无法分辨 什么人才能使国家变得更好 搞民主是对的 但又不能一味的完全民主 否则就变成暴民民主 愚民民主了 男主是个好人 他知道自己再继续做下去 是错的 想极力阻止悲剧的发生 但有些事情也并不是他能决定的 他不做 还有无数个人可以替他做 民众崇拜的并不是他本人 而是那个出口成糟 以贬低别人为乐 满口昏断的虚拟喜剧角色 这集也是一部 因版权文集重置的视频 我对视频的文案做了些修改 重新录音并剪辑 希望能做得更好 大家好 与哥今天继续介绍英国的科幻神剧黑景 话说这是个看评分的世界 无论是朋友还是陌生人 见面后都可以用手机 根据主观的一项给对方评分 女主看着好友的朋友圈 给他们打出五分 期待对方收到后 也能给自己回评满分 每人眼中都被植入了特殊精片 用于查看别人的分数 估计也能当隐形眼镜用吧 女主每天对着镜子夸张的练习假笑 希望能用微笑博取别人的好感 给自己评五分 这瞬息万变的表情 一看就是老司机了 女主来到社区的商店买早餐 排队时无论是身边的人 还是自己都在看着朋友圈里的各种晒图 给对方打分 早餐店的小黑哥 殷勤主动的多送给女主一块饼干 以期望获得她给出的五分好评 女主很开心 没令她失望给出了五分 对方也回了个五分 上班途中路过一个社区 这里大都是和女主相熟的邻居好友 一眼扫过去每个人的分数尽收眼底 这全都得于眼中植入的 那个特殊精片的功劳 看着刚才电视小哥送的饼干 心里有了主意 有饼干时还要面带微笑 真是难为你了 要保持风度 不能在大众面前失了态 这里活着可真累呀 咬掉那块还给吐了 原来他是想晒掉 并不打算吃它 见他摆到拉花咖啡旁边 感觉美美的 给他俩来了个甜蜜的合影 上传到朋友圈 尝尝咖啡吧 敏了一小口 这味道实在有点难以瞎眼 算了 你的使命已经完成了 平时这张照片 收获了无数满份好评 嗯 俺很欣慰 在公司的电梯中 遇到了麦太太 两人虚情假意的打招呼 麦太太是4.6的高分人群 可得伺候好了 偷偷看她朋友圈 原来她家里有只加肥猫 投其所好 愉快的道别 互刷五分好评 离人生巅峰又进了一步 偶叶 刚在办公室 同时黑哥就端来一杯 饮尿套好她 温柔的说 姐 我给大家做了杀兵 来一杯吧 盛情难却 女主拿了一杯 同时却纷纷投来 异样的眼光 女主也没多想 猛咄一口 嗯 酸酸甜甜就是我 然后一个五分好评 按过去 无力不起早 黑哥就是想让女主 帮她往上提分呢 这时同事却说 我们正在联合起来 抵制黑哥呢 你还鸟她 女主问她咋才三分了 同时说 因为这伙上了某女神的心 咱们所有同事都想惩治她呢 然后顺手给她摁了个一分过去 黑哥听到评分的声音 拿手机一看肺都要欺诈了 俩人赶紧躲起来 女主因为喝了黑哥的杀兵 成功收到无数条办公室 内部的匿名评分 分数连练下跌 还在抢桌婚言 敢怒不敢言 房子的租期要到了 女主来到一所高档社区看房子 中华设计极尽奢华 令人叹为观止 还为她播放了一段 令人面红耳赤的虚拟投影 女主深深的沉醉集中 但一问租价傻了眼 根本付不起呀 中介小姐说 现在有个优惠 如果你的评分 能达到4.5分以上的话 我们可以给你打到8折 但女主现在只有4.2分 明显是不够大 只好找评分分分析师帮忙 分析师说 和你互动的 大多数都来自于你的内圈关系 说难经点 就是中到低档的人群 如果你想快速提升分数 需要大量4.5分以上的人群 给你评5分 回家路上 女主想起来 有一个好久没联系的高分闺蜜 疯狂的给她评5分 希望能得到回评 上班如果社区 给每一个好友打去5分 希望能得到5分回评 公司门口碰到了黑哥 他只有2.4分了 连公司的门都进不去了 岂就他能帮自己评分 被你坑一次还不够 这次女主可不想再受她牵连了 巧了 今天你是又遇上麦太太了 女主就像溺水的人 捡到救生圈一样 疯狂的大嫌疑心拍马屁 还拿出一袋面包 讨好麦太太 老婆的早看穿了 她那点小心思 婉转的回语绝了 做了电机后 俩人微笑着道别 一看评分傻眼了 人家只给她打了3分 这时女主又想到了 那个自己许久没联系的闺蜜娜娜 小时候她曾经送给女主 一个布娃娃 于是她打算用这个布娃娃 换进闺蜜的回忆 打一手温情牌 于是将这个斜眼珠 锤子脑袋的把她搁桌上 咔嚓就是一张 进度条走完 成功上传到朋友圈中 果然马上就收到了 娜娜的5分好评反馈 这倒挺好使啊 又想起闺蜜爱吃一个 叫酸豆橄榄酱的玩意儿 即便自己不爱吃 但还是暗途所记的 照着菜谱做了起来 开罐的时候 不小心豆浆社的衣服上都是 赶紧就这衣服去洗奶 洗完奶继续工程 马上就要完工的时候 老弟来了 问她这你妈是什么鬼呀 女主说 酸豆橄榄酱来点吗 老弟知道她从来不吃这个 鼻的看着她 你咋这样了 这时灰蜜来电话了 女主赶紧找个披肩套上 赶走老弟来见大奶蜜 奶蜜说 亲爱的 见到你我真的好开心哦 秀起钻石戒指 表示要结婚了 女主回应了一个 非常夸张的表情 紧接着奶蜜又给她炫耀起来 自己身后的海边大house 接着就开始表白 不对是邀请她到 自己的村里现场当本娘 女主内牛满面 求之不得的同意了 顺便问了一下 会有多人到场 奶蜜说 届时会有好几百号人来 而且牛逼的是 这些人都是4.7以上的高分人群 接着就把名单扑示给她 可恶女主美坏了 乐得直冒大鼻子泡啊 脸一夸张的表情 结束了电话后 老弟说 你没病吧 那娘们可是急病毕治啊 你忘了小时候他剪你头发了 你忘了以前他把你男友睡了 女主为了获得评分 是脸也不要了 自尊也掉了 pdp 等着抱大腿 头有闺蜜的怀抱 根本不管那套了 美得他上村下跳 蹦哆哆哆哆的 把定亲给中介小姐打了过去 晃到他那圆滚滚的肥吞巨主 直奔家中 到家就开始练习婚礼致词 是一把屎一把尿 而不对 是一把鼻涕一把泪 胜泪俱下的备忘了致词 老弟一清完人都梦了 你是傻逼吗 为了提高分数 住个破房子 你把子孙和任根都出卖了呀 你装着这点累不累呀 那里就是个假校监狱 你能过得开心吗 女主说 只要能得到大佬们 给的五分好评就行 我就喜欢 知道我为啥 不往家里带男票吗 因为我不想让他们知道 我和一个只有三分的蠢蛋 同住在一个破窑洞里 大吵一架后 女主前往机场参加婚礼 老弟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当时就给假小姐 摁了个一分过去 女主一看可傻眼了 动了出租车和闺蜜 商讨致词的内容 道别时 这声音实在是又贱又恶心 前面的司机都听不下去了 下车美眨眨的等着五分好评 结果司机黑的脸给打了个一分 到机场后 却被服务员告知 这趟航班因故取消了 婚礼明天就要举行 女主必须今晚坐上飞机 要求黑妹帮忙想想办法 黑妹说 有一趟晚上起飞的航班上 有个备用席位 女主很高兴 快点带我装逼带我飞 但是只有4.2以上分数的乘客 才能用这个席位 而女主现在只有4.18分 女主已经发飙了 你这个B吃 你是说sheet I want to fuck you 后边排队的纷纷给他打出一分 女主赶紧道歉 大妹的你牙打那么白的 我都瞅不见你了 保安来了 因为骂人要惩罚他 直接扣掉一分 24小时候恢复 几天所有的负面评分 double计算 出门想坐特快列车去婚礼现场 可一看上边写的4分以上 才有资格 把这条道也给堵了 最后实在没得 只好决定开小汽车前往现场 他现在分数只能做到最低档的车型 低档就低档吧 总比腿的去强啊 可这新能源汽车里的引刀鱼 根本听不懂 一堆鸟与花香 女主气得都想上吊了 一通乱叨咕 总算把车开走了 上路开了一会儿 屏幕上去其实电量不足 赶紧开到充电站 把车停稳后 找出岔头往车屁股上怼 可怎么也怼不进去 莫非是前戏不够太色了 不对原来是车型太老 岔头不实在 找管理员借转换头 大叔正看着爱情动作片 隔下边录呢 一见他当时就尾了 摘下交传的耳机 警惕的盯着他 我这没转换头 结果饭间的女主主动给打了个五分 被搅了没事的胡子叔一度的气 给他回平了一个三分 走投无路的女主 只好找其他车主借转换头 这么老的车型都没人开了 问遍了所有人都说没有 气得他只往车屁股上撂绝的 最后实在没办法 只要到路边搭便车 阿婆说咱载他一程吧 阿叔说他在2.8分是个危险分子 结果骑车又呼吸而过 你说不在就不在吧 还给平了个一分 这真是树倒胡孙散 强倒众人推啊 就在极度绝望的时候 一辆卡车停在身边 一名只有1.4分的大婶 邀请他上车宰着 女主都快下哭了 不不用了大婶 I'm fine 大婶说上来吧 我是回民不吃猪肉 走投无路的女主 我只好喝出去上车了 大婶说你觉得1.4分的人 应该都是恐怖的神经病是吧 其实我曾经上过4.6分呢 但是8年前大婶的丈夫得了癌症 于是她想尽了一切办法 挨个给医生护士们打5分 但是癌症才不管那一套呢 照样该扩散扩散 后来听说了一种 处在实验阶段的治疗 只接受有限数量的病人 但最后他们把资格 给了一个只比她丈夫 高0.1分的人 老公死后大婶就心想 去她买的爱咋地咋地 想说啥说啥 想干啥就干啥 思考尾中后 反而感觉轻动舒畅多了 建议女主也可以试试 女主说算了吧 我可没法做到像你这样 我还想过得好点呢 经过一宿长途跋涉 次是清晨大婶叫醒女主说 我最多只能送你到这 你得搭其他车了 下车后大婶爽朗地说 我给你的包包里 放了点应急用品 然后就和她道别了 打开包看到了 装满热水的保温杯 只有1.4分的人 让她体验到了温暖 女主连懵带骗的 搭上了一个舞台剧的 狂热粉丝的车 这时闺蜜来电话了 对女主说 你不用来参加婚礼了 我这儿不需要你了 女主问咋了 闺蜜说 你看我宾哥们那里 都是4.5分以上的人 他们会被你个2.6分的人吓晕的 女主说 你之前不是想要老朋友参加吗 闺蜜说 你之前还是4.2分呢 宾哥们看到 我与一个4分低级的老友联系 据我预测 至少会提高0.2的名声分 可你现在连三分都不到 对咱俩都没好处 女主伤心的说 合着你让我来 就想帮你提高分数呗 闺蜜说 你就别装算了 你来这儿不也是想提分吗 右气右脑的女主 挂断电话后直接开骂 结果直接被赶下车 口干舌道的他 打开包包 驴饮猛灌了一大口热水 他依然不甘心 还是想去婚礼现场 找到一个玩越野摩托车的骚年 凭他的三寸不烂猪蛇 成功借来了这车 女司机风驰电车的上路了 祸祸了无数老司机后来到正门 上边这大牌子赫然写着 女人与狗不得入内 不对是低于3.8分者不得入内 既然正门走不通 那咱就绕路吧 翻身越岭 拔身涉水最后成功 掉进一个大坟坑里 不对是掉进一个大泥坑里 于是他又脏又臭 一身是泥的 后着脸皮跟个女鬼似的 来到了婚礼现场 这边婚礼已经开始了 新郎正发言的 女主姐挥舞着双蹄 立临现场和大家打招呼 闺蜜当时就蒙圈了 然后毫不客气的一把拿起话筒 以伴娘的身份 开始了致辞发言 一开始还挺正常 说你们这帮大咖 应该都不认识我 我和奶蜜那可是老相识了 然后就和闺蜜打招呼 接着又和新郎说 久仰大名 我经常听奶蜜提起你 我一直都很崇拜奶蜜 她简直就是我的偶像啊 闺蜜表情越来越难看 让新郎快把女主弄走 女主姐一看大家 对她一副嫌弃鄙的表情 开始不好好说话了 是fuck完这个又fuck那个 这些都是高层人 哪见过这样式的泼妇吧 纷纷拿手机送出一份 女主姐也不管这套了 你弄她那肥瘦的身躯 给大家跳了一只狗熊舞 粉色出炎带她们也不装了 这帮大佬哪见过这种神经病啊 一个个的可该恶心坏了 全员出动送一份 评分蹭蹭蹭的往下掉 地道没朋友 终于来了保安过来逮她 还想拿娃娃要挟一下她们 但最终胳膊还是拧不过大腿 女主妖还是被保安降服了 带到警局咔嚓咔嚓一顿拍照留念 然后来到一台高科技跟前 头贴上边 在眼睛中那枚 识别每个人评分的晶片摘了下来 某的瞬间感觉清澈透亮了许多 真实的感觉又回来了 女主围在到透明玻璃牢房关押了起来 脱下一身又脏又臭的半娘服 衣服落地后拍起无数灰尘颗粒 这条晶片仿佛卸去了所有虚假伪装 蒙蔽多年的双眼 终于能真切的看到这灰尘了 这种感觉真好 弟弟终于不再担心我到处装逼了 这只是女主发现对面有个老黑 一直在瞅她的奶 怒喝到你呀瞅个屁呀 老黑说明明是你先瞅我的吗 然后两人就开始你一言我一句的对骂起来 要多爽有多爽 要多过瘾有多过瘾 大家好 宇哥今天继续介绍英国的科幻神剧黑镜 我说小李是个爱玩又有主意的美国年轻人 这天凌晨他收拾好行囊 带上护照独自离开了家 照片显示他们曾经是一个很和睦的一家三口 原来他是和老妈闹变异后出来的 此次朱英并没有告诉他 老妈不知他的去向 所以交集的打电话询问 却被小李绝情的挂断了 他是个游戏发烧友 无论是刺激的3D游戏 还是简单的闯关游戏没有不玩的 是老少嫌疑男女同志 此行几乎游遍了世界各地 吃遍了全球美食 杨妃打扬州 为美男美男积州玩的不亦乐乎 最后一见清代的英国 看到别的小两口谈情书 他也有点寂寞难耐 最后决定到默默上去爱 挑肥点瘦的筛选一分后 决定翻一个叫小家妹子的牌 见面后连聊得很愉快 小李把他获得奥斯卡奖的经历 而不得是周游世界的经历 一通天又加醋的乱吹 成功俘获了妹子的芳心 于是连晚上顺利成章的滚了床单 次日一早老妈又打来了电话 儿行千里牡丹又更何况还是不辞而别 小李犹豫了一下 最后又是狠心的挂断了电话 连小家都说他有点不近人情 妹子做了早餐 刚要吃老妈又焦急的打来了电话 那小李还是给挂了 妹子问他为啥这么对母亲 小李说想回去后再和老妈聊 电话里掰着不清楚 接着小李又说起了家里的情况 其实父亲之前得了老年痴呆 一直是自己在照顾 直到他去年离世 其实他是想逃避和母亲之间的一些事情 才策划的这次旅行 想趁着年轻多去一些地方 小家庭后吻了吻他的额头 然后把手机放在他身边 让他打给母亲 那小李始终还是没有拨出这个电话 第二天到区换机里取钱买票回国 可机器去提示智商余额不足 而不对是银行卡余额不足 试了好几次都不行 得想折回家呀 走投无路的时候也只能求助亲人了吧 可小李由于再三 依然没能拨出这个电话 跟母亲打个电话求助就这么难以启齿吗 最后还是决定在小家的门口守住待兔 小家心想 说好的夜情咋的你真是要跟我领这儿啊 妹子用APP帮他找到了一个打工挣钱回家的路子 这是一个日本人开的恐怖游戏公司 正在对外公开招募恐怖游戏体验者 一看给他报酬还不少 俩一看这公司还挺有名的 是游戏界里首屈一指的行业巨头 公司的老大就是这个非常有商业头脑的天才哥 小家说如果你能借机拍下他们正在秘密开发的新项目 那肯定就发大财了 于是小李来到了这个外星和欧洲中世纪城堡 一样的游戏公司 等候了一会儿 负责接待他的眼镜姐出现了热情的和他握手 每个工作人员都在进行着不同的游戏测试或体验 作为一个游戏发烧友 小李已经有点寄养难耐了 一一不舍的将视线离开屏幕来到了二楼 这个就是游戏体验室了 眼镜姐要求小李把手机或者其他可用来拍照的设备交给他 小李是个乖宝听话的搅了枪 啊不对是上脚了手机 眼镜姐把他的手机杀他当了 然后就把小李带到屋里让他签生死状 眼镜姐说这只是个微创的小手术 并不会对身体造成什么影响 小李心想来都来了 男子汉不用劝不要怂就是干 但这时发现并没有签字那夜 这往哪签呀 眼镜姐一看确实是漏了 也出门去学 前段刚走 小李就以迅雷不及眼耳道零之势 跑到桌前把自己的手机开机 打开测试用的攻击箱 拍照发给了小架 刚想多说两句 这是眼镜姐取完签字也回来了 作为一名多年的单身狗 腿素也是相当了得 顺一回原位四毫不录破绽 大笔一回交了卷 眼镜姐说 我们这是一款互动型游戏体验系统 需要小白鼠来参与体验 给他戴上紧箍咒 又把一个很高科技的东西 植入到他的后脖梗子 一切就绪后 又在桌上放了五个类似 杯垫的东西 打开电脑开始监测数据 这是老妈又来电话了 眼镜姐差一点拿起来一看 我刚才明明关机了呀 这怎么活见鬼了 小李则在一旁卖萌装无故 起研开始了 桌上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 杯垫变成了圆洞 从里边钻出一只3D的马赛克松鼠 紧接着又摇身一变 成为一只五码的松鼠 当时就给小李震惊了 但用手一筒并没有实际 这玩意儿其实只是个头影 只有他一人能看到 别人根本瞅不见 接着就不一乐乎的 玩起来拍技术 从外人看来 就是个缺心眼的傻屌 在拍桌子呢 体验结束后 眼镜姐说这是个开飞菜 我们这还有更刺激的完整版体验 给钱更多 你四四拨 爱玩这小李想都没想就同意了 被带到另外一屋 见到了公司的日本大boss天才哥 天才哥说 普通的恐怖类游戏 那都漏爆了 咱公司打算将这种恐怖感加深 但是在正式体验完整版前 还要给他上传一个神经网络程序 还说这玩意儿是当前 最先进的人工智能软件 他会监控你的脑部活动 挖掘你脑中深层次的恐惧来吓你 这时紧箍咒中的蓝灯 走满格程序终于上传完毕了 再下紧箍咒 问小李感觉如何 小伙伸伸了身胳膊 蹬了蹬土 你就等了情好吧 那这次的体验转移阵地了 自己把小李送到了一座 阴森恐怖的孤堡 进来后眼镜姐说 今天的游戏叫做 随时可以联系过退出 眼睛解走后 小李发现墙这画有点眼熟 没错 就是自己待在这地方 然后坐在沙发上看树 突然发现有一只蜘蛛向他爬来 小李立马就精神了 但这只蜘蛛也是个投影 实际上这是并不存在的 这只蜘蛛突然又爬上了沙发 当时就跳下来了 但还是克服了恐惧 一脚将其踩扁 在抬脚蜘蛛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这时发现墙上的画中的窗边 有一盏灯突然亮了 还有个人眼 这再一转眼灯又突然灭了 等到转身要走的时候 突然冒出了一个人 直冷冷的处在这 小李吓得差点把鸟笼的打碎 是连连后退 缓顾神来定睛一瞅 这会竟然是高中时 经常欺负他的恶霸 这转件又成功挖掘出了 一个太怕的人 小李兴奋的手务足蹈 最后模仿劳山道士 来了个穿人而过 看来这玩意儿 也没能真正的吓到他 上楼后找点吃的 这是又看到了恶霸同学的影子 小李说 你这肯定要猛的撬出来吓我 太俗了 欢迎威乐这玩意儿突然变异了 一只恐怖的巨型蜘蛛爬了过来 这近前一瞅 这玩意儿是蜘蛛和恶霸 二合一的产物 小李看来这玩意儿 简直就是个天降盟物 还跟他了解了特殊服务 就是听到了门外距离的敲门声 小李仗着胆子前去开门 打开门一看居然是小家 一见面就和小李说有危险了 说他在网上搜索小李发来的照片 而且天才哥去年申请了一项 人脑电脑交互程序的专利 但是这玩意儿特别危险 当时就被摸回了 天才哥还在偷偷开发这个项目 通过APP私自招募来的体验者 目前已经失踪五个了 让他赶紧退出 但小李不信 觉得小家也是软件虚拟出来了 反问他是怎么找到自己的 小家说 我是通过你手机上的卫星定位 寻找好友功能找到你的呀 真的很危险 咱得赶紧离开这儿啊 小李一听乐了 你个傻娘们 我手机都没在身上 敢问你是咋进味道这里的 你这是在逗我吗 小家一听可不高兴了 沉着脸拿了把刀说 你知道你银行卡为啥被刀刷了吗 因为我趁机睡觉时 COPP了你的卡 然后就缓缓向他走来 小李一看有点怂了 连连后退 可小家还是拿着刀步步逼劫 小伙子软实想跑 结果那人脸蜘蛛 当了个血喷大口又突然出现了 这时小家趁机把刀插在了小李肩上 这下可给小李惹毛了 一把把他推开 摔出了老远 给小李藏的是哭爹喊 一件嗷嗷叫唤 那边小家得理不咬人 和个猎豹一样 飞身呛着桌子向他猛呼过来 把他摁在身下和他摸摸呆 小李散了一去摸酒瓶 想用他反击 不过被小家一眼看穿了心思 一个排站倒海 给他死死的压在身下 然后就跟试着摇头玩一样 开始疯狂的变脸 小李一看 来 给哥抱抱 怪物死活不同 但最后还是没救过小李 一头扎到了肩膀的刀上 之后竟然神奇的消失了 惊魂威胁的小李一摸肩膀 哎 咋一点都不疼了呢 赶紧通过耳麦联系 小李姐问他这什么咋回事 小李说不可能啊 我刚刚猫头胸了 那质感绝对假不了啊 小李说不可能又触觉啊 这样吧 你现在前往会合点 我带你退出 小李的心被小家伤得够够的了 这下也不想再玩了 开玩意后一看这房间 就有一个大喜梦私传啊 莫非这黑娘们看上我了 想强暴我 眼睛姐说其实我们耍你呢 我们就想看看你 是不是已经变成一个 言轻计从的乖宝了 小李回头一看 之前的门消失了 出物都出不去了 接着发现自己失忆了 老妈的样子想不起来了 甚至连自己叫啥都不记得了 和老年痴呆的父亲一样 急着他疯狂的砸镜子 最后捡起一块玻璃 就想把那个高科技挖出来 关键时刻 工作人员进来拉住了他 这时眼睛姐和天才哥也出现了 赶紧打开电脑 想关停 却发现已经无法关掉程序了 因为接口的数据 已经像跟虚一样 深深的植入其中 作用到小李的大脑中 掌控了整个区域 已经无法人为干涉了 接着天才哥就开始 向小李深深的致歉 随后小李就被工作人员 强行拖走 即将发疯的时候 看到眼前的场景变了 原来刚才那个都是游戏里的场景 自己一直在屋里 根本就没动屁股 眼睛姐把高科技取了出来 和他说这款游戏软件 功能可能有点过于强大 其实时间只过了五毫秒 和小李诚挚的道歉后 就把他送了出去 小李终于有钱买机票回家了 回到和母亲一起住的家 怀起忐忑不安的心情 来到二楼 轻轻打开房门 看到了悲伤的母亲 老妈看到她表情 似乎很陌生 仿佛不认识她一样 接着来到桌前 拿起电话就要打 小李说 妈妈 是我回来了呀 您不知道我是谁了吗 可老妈还是不认识她一样 嘴里不停念叨着 我要给小李打电话 小李懵逼了 难道老妈也失忆了 最后终于还是拨通了她的电话 这只体验室中小李的电话响了 其实她一直在一开始的房间中 小李口中不断喊着 妈妈妈妈妈妈 还不停的抽搐着 最后还是没能挺过来 没能和老妈和解 就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世界 原来因为她擅自开机 来电信号干扰了软件上传序列 导致程序出错制造了这起悲剧 真正的时间只过了0.04秒 小李企图用虚拟世界 急离家出走逃避现实世界 然而和老妈的借记 在解决之前永远都是她最大的心魔 所有虚幻的东西 都抵不过真实世界里亲人给我们的爱 这好李哥今天继续介绍 英国的科幻神剧《黑镜》 故事发生在一个叫 圣朱尼佩洛的虚拟城市 从街边的建筑可以看出 这是在80年代 瘦若高挑的女主独自行走的路上 她的穿着有点吐气 眼神中充满了好奇 这时看到一名衣着新潮的黑人女孩 被一个小帅哥纠缠不休 脸走进了酒吧中 女主对这里事物充满了新鲜感 小心翼翼的踏进了这家酒吧 这里的气氛很热闹 一群衣着时尚的人开心的跳着舞 她薄瘦的穿着和这里的环境 有点格格不入 这里有老款台式游戏机 话说宇哥已经好久没见过这个了 小时候就是玩这个长大的 真是怀念呀 女主投入一枚硬币 这个应该是闯关版泡泡龙 80后的宇哥表示没玩过 这时游戏哥来了 他最擅长打游戏 想用自己在游戏方面的知识 撩动妹子的芳心 可搭讪的功夫实在是欠火候 给女主推荐了一款赛车游戏 但女主一看着车毁人王的画面 表示不敢玩 说自己想再多逛逛 借机离开了 游戏哥连连摇头 懊悔自己没能更主动一点 唉单身狗狗只能喝柠檬汁过日子了 女主拿了杯饮料 在沙发上找了个空位坐下 这时刚才门口那位黑妹 往她的方向走来 然后直接坐到了她身边 小声说 唉帮我打个掩护 一会儿不论我说什么 你有点无理取闹了啊 难道你非逼我拉黑你吗 就两个小时了 我还想再多享受一下呢 帅哥说 咱俩上周不是有个很美妙的一夜吗 话还没说完 黑妹就打断说 上周是上周 这周是这周 我要和我的朋友单独待会儿好好聊聊 我已经好久没见到他了 帅哥不信 黑妹又说 他病了 只剩六个月了 女主打断说 我其实只有五个月了 帅哥这下相信了 行吧 我不纠缠你了 我走 帅哥走后 俩妹子握手 便互相告知了彼此的名字 黑妹说 其实威斯人不坏 只不过我俩是在沼泽剧录部认识的 女主问这是个什么地方 黑妹说 既然你不知道 那最好还是别知道的好 之后黑妹拉起女主去吧台喝酒聊天 凝望着她说 我真的很喜欢你这身装束 因为你穿作了真我 这时音响中传出了一首热情的曲子 虽然女主说自己并不擅长跳舞 但黑妹还是强行把她拉进了舞池 说自己会带着她跳的 在黑妹的指导下 女主虽然显得有点笨拙 豪弄的眼神看着她 于是她趁黑妹不注意时推开众人 慌张地离开了这里 黑妹发现时 女主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没想到女主前脚刚出来 后脚黑妹就如影相随地跟了上来 黑妹问她为啥自己走掉了 女主不好意思地说 俩女孩一起跳舞 我感觉别人都在看我 黑妹用幽默的话语打消女主的顾虑 你想的有点多了 现在这年代谁还这么保守啊 而且这里本来就是开派对的地方 真要盯着咱俩看 那肯定也是因为我的艳光四射吧 黑妹一说 果然把女主都乐了 女主说自己以前从来就没进过舞池 这是第一次 因为自己的父母是个非常保守的人 如果都听他们的话 那简直是啥事都没法干呢 黑妹很惊讶 对她说 圣朱尼佩洛就是个派对小镇 之前没做过的事 你现在敢不敢 接着就用手猫她的大骨 女主受家人影响思想还是很保守的 痛一下站了起来 不了 其实我有维红夫 而且都订婚了 黑妹还人大悟 原来如此 那么你的维红夫在这里吗 女主摇了摇头 不 她在别的地方 黑妹更直接的问 那么你想跟我上床吗 女主心里明显很犹豫 你真好 但我不能 黑妹一看 这是个榆木哥的 算了 不强求 连握过手之后 女主缓缓离开 其实女主还是很纠结的 默然回首 一人已然离去 不见踪迹 人生的路上会碰到许多岔路口 要选择错了 那可没有后悔要了 一周之后 女主来到镜前 窝在镜中穿着土漆的自己 决定突破保守的心理 尝试着做些改变 换上一件件光彩夺目 艳丽四射的华丽服饰 简直就像变了个人一样 但统统不满意 最后还是换回了之前的装束 因为那个人 似乎更喜欢她穿成这样 女主再次来到上周这间酒吧 努力寻找黑妹的踪迹 黑妹也一直在等她 两人再度碰面了 女主终于迈出了这道坎 请求进入黑妹的世界 于是两人怀着 对彼此的轻目 驱车来到了黑妹 位于海边的小屋 这里面朝大海 朝起朝落的景色 真是太美了 体验过美好知识 两人在床上聊天 女主告诉黑妹 其实这是她的第一次 自己以前从没和任何人怕过 无论男女 无论在这个虚拟的城市 还是真实的世界 都没有怕过 黑妹挺惊讶地问 你不是说有个未婚夫吗 女主说这事说来话长 有机会她告诉你吧 黑妹对她说 其实自己是个双行列 本来喜欢男人的 可和一个男人 有过一段很长时间的婚姻 但后来她发现 自己也很容易被女人戏业 但从来没约过鬼 但老公却到处风流 总之自己在离世前 会好好享受这里的生活 这时时间就要到12点了 12点一到就要返回现实世界了 连人抓紧时间 享受到最后的温存 又是一周过后 女主再次来到这间酒吧 找了一圈没见到黑妹 酒保也说没见到她 建议她去沼泽俱乐部 看看有没有 女主又问这是啥地方啊 酒保坏坏一笑也没答话 于是女主踏上了 寻找恋人的旅途 踏过一片黄沙 来到了这个叫沼泽俱乐部的地方 这里的人们在大庆广众之下 肆无忌惮没羞没臊的侵入 还有隆重的搏命死亡竞技场 女主在酒池肉林中没找到黑妹 这时影片开始时 那名帅哥认出了她 女主向她询问到哪能找到黑妹 帅哥说你都不知道 我更不知道了 女主转身要走 帅哥又说你换个时间再试试吧 这个世界里有80年代 90年代 还有2002年 于是又是一周过去了 能从电视型号中 看出这是80年代 舞池里的人还在动情狂欢 制作人的游戏 宇哥可玩过 不过玩的是小八王 这次又碰上了游戏哥 小哥问他这次来是干啥的 女主没见到黑妹 说是来找人的就匆匆走了 再次剩下尴尬落寞的单身狗小哥 又是一周过后 竹刷里换成了90年代的新款 菲利普电视 电影的广告牌也告诉我们 这次来到了90年代 女主没看错的话 这次的游戏应该是3D的VR战警 这次同样没找到黑妹 女主又来到了海边小屋 还是没有发现恋人的身影 一周过后 这次是2002年了 电视和游戏机再次升级换代 一看脸竟然是游戏哥和黑妹 一举过后 黑妹惊奇地发现了女主 气氛有点尴尬 和游戏哥说 俺要上厕所 牛脸就走 女主没大力和他打招呼的游戏哥 赶紧追了上去 一把拉住要走的黑妹 黑妹问你为啥会在这儿啊 女主说我找你好久了 你为什么一直躲着我呀 黑妹这次的态度 和之前对待帅哥的态度差不多 第一我并没躲你 第二我好像什么都不欠你的 说完又向洗手间走去 女主没想到 她竟然是这么一个无情无义的人 跟进来说你根本就不了解我 不知道这对我的意义 黑妹说本来夜情情爽 现在让你搞得一点意思都没有了 女主说难道你心里就不会感到内疚吗 你怎么一点感情都没有呢 然后丧心难受的走了 其实黑妹并非是个铁石心肠的人 她心里也不好受啊 一拳打到玻璃上 手和玻璃却都完好无损 果然这里并非真实世界 黑妹追出门去 竟然看到女主坐在楼顶上 似乎想轻声 赶紧跟了上去 和女主说自己不敢喜欢上别人 究竟还能活多久 话还没说完 就被女主用滚烫的红唇堵住了小短 激情过后 女主和黑妹说 自己下周就要和未婚夫结婚了 即便家人全都不同意这场婚姻 她也会执意这么多的 接着黑妹又说 其实自己也得了癌症 已经扩散到全身了 不靠谱的医生六个月前 就说她只能活三个月 自己死后将不会留在这个世界里 因为自己的老公两年前去世了 因为她不喜欢这里 所以没留在这里 自己要和她葬在一起 女主问怎么会有人不喜欢这里呢 黑妹接着说 因为她不相信这里 甚至都不愿意到这里来看一看 体验一下这里的生活 女主说 要是没有这里 我永远都遇不到你 黑妹说 那我们在外边也能遇到啊 女主打算说 那是不可能的 如果在外边 你永远都不会遇到我 就算能遇到 你也不会喜欢我的 黑妹不相信的回应的 那咱们就试试见面呢 看我会不会喜欢上你 女主说 我怕 黑妹说 没什么可怕的 无论你是什么样子都吓不到我 女主拗不过 终于同意了让黑妹来看望自己 两人再次紧紧相拥在一起 时间又到了12点 其实黑妹在现实世界中 已经是个两病斑白的老人了 癌症给她的身体造成了很大伤害 需要护工的帮助才能自由走动 连坐上次时代汽车 前往女主所在的医院 来到医院 接待的医生和黑妹说 女主正在等她 接着把她带到了一家重症监护室 指着病床说 她能听到你说话 但是在生理上不会有任何反应 一名表情僵硬 目光呆滞的老人 带着呼吸躺在床上 几乎就是个植物人 黑妹也没想到她竟是这种状态 上前抚摸她的手背 温柔地打招呼 亲吻她的额头 要回去时 女主的护工叫住了黑妹 说要和她聊聊 她道出了女主的经历 原来女主在21岁时 向家人出柜了 但她保守的父母坚决不接受 说不想要一个同性恋女儿 大吵一架后 伤心的女主出门开车一路狂飙 最后出车祸变成了这样 40多年以来 女主一直是在病床上 以这种伴植物人的状态度过的 所以那个虚拟世界系统 对她来说意义十分重大 给了她很大的帮助 在她离世以后 就能永远留在 那个美好的世界里了 活着的人 只能每周在那个世界里 待五个小时 因为如果在里边待的时间太长 会影响正常世界里的生活 但这个进入室疗法 却是对这类病人 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还能帮助治疗老年痴呆症 只有死后才能长继生活在那里 但时事安乐死 必须经过家人同意 由于女主的父母坚决反对 结婚后就实施安乐死 之后把意识上传到云端 永远地留在天堂里 黑妹想和女主聊几句 请求护工把她俩连接到人造天堂 因为这个违反规定了 所以只能给他们五分钟 见面后 黑妹和女主说 时间有限我长话短说 你明天就要离世了吗 女主说 对呀 结完婚就安乐死 这时黑妹竟然跪到了地上 向女主求婚 你何不嫁给一个 你真心喜欢的人呢 女主听后喜极而泣激动万分 两人再次深深地吻在了一起 次日 牧师为二人举办了简单的婚礼 黑妹在安乐死同一书上摁下了指纹 化学液体顺着导管 输入了女主的身体 安详地离开了这个痛苦的世界 衣室却留在了这个设备中 这时的泪水应该是喜极而泣吧 黑妹穿着婚纱 来接同样身披婚纱的女主了 她们是如此的美丽动人 享受了几个小时后 女主请求黑妹去世后 也能留在这里陪她 黑妹一听不高兴了 女主说 十分钟后你就要走了 而我要再等一周才能见你 几个月后你离世就不在这里了 你可以永远的留在这儿啊 黑妹说我和你结婚 只是为了帮你完成安乐死的手续 女主还想再说什么 黑妹打断说自己心意已决 女主说不就是因为你丈夫不在这儿 所以你觉得一个人来这儿感到内疚吗 她也可以来这儿啊 但是她没来抛弃了你 她太自私了 这是黑妹一个巴掌抽了上去 我和她一起49年了 你根本不能体会这么长时间 婚姻中的牵绊相守相眼 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可爱的女儿 她在39岁时离世了 我和老公心碎不已 那时还没有这个技术 所以女儿没来这里 老公因此也拒绝来这里 虽然我知道她即便不来这里 未必能和女儿重新团聚 但你想在一个什么都不在乎的地方 永远生活下去吗 我要走了 我退出了 说完不顾女主的劝阻驾车离去 其实黑妹的心情也无比纠结 简直糟糕透顶 这油门踩到底疯狂飙车发泄情绪 最后撞到一个路障直接飞出车去 在地上打了无数个滚 还好这是个虚拟世界 不然肯定没救了 内疚的女主来到近前伸出双手去搀扶 这时又到了12点 黑妹的时间到了 因为黑妹还活着 所以每周能在人造天堂里待的时间 只有5小时 但对于女主来说 没有了黑妹的天堂 幸福感会大打这个扣吧 黑妹的身体也是每况愈下 随时都有可能离开这个世界 经过激烈的内心斗争 黑妹做了决定 说自己已经准备好迎接之后的旅途了 化学液体通过导管输入了她的身体 黑妹也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遗体和老公 女儿安葬在一起 场面的目的中陪伴他们 但她的意识 最后还是上传到了云端 以自己最青春美丽的姿态 降临到天堂 开心地和女主在一起 共同制造更多美好的回忆 就是互分离 机器人将女主和黑妹的意识 放置在浩瀚无边的数据库中 永久地存储起来 两人再也不用顾虑时间的有限 身边人的眼神 以及身体上的病痛 在这个乌托邦一样的 世外桃源幸福地生活下去吧 大家好 宇哥今天继续介绍 英国的科幻神剧黑镜战火英雄 影片开始 一个漂亮的黑人妹子 抚媚而又温柔地出现在镜头前 这景色实在美得 有点虚幻而又不切实际 没错 这只是个春梦 一名黑人士兵 嘴唇 以及手指有节奏地抖动着 咱们就叫她小黑吧 他本来想把这个春梦做完再起 这时 一名白人妹子突然冒出来叫床了 这个白妹子 咱就叫她玛丽吧 队长告诉大家有任务了 有一家平民的粮仓被群 叫蟑螂的怪物入侵 粮食被偷了 于是小黑作为一名新兵 第一次追随小队 出动前去猎杀蟑螂 心里是既紧张又兴犯 小队来到这家粮仓了解情况 平民向队长叙述着事情的经过 在仓库一看 里边的粮食都被蟑螂糟蹋了 平民已经不敢吃了 村民说蟑螂可能藏在一个老神棍的家里 这货一直在包庇他们 全体出动向神棍家进发 途中队长把详细资料 通过植入到士兵脑中的 一个叫账目的系统发给美人 这个和投影一样的东西 只有自己能看到 还不需要屏幕 挺方便的 小队来到神棍家的附近 利用无人机看测周边的情况 队长用手指操控无人机 眼睛中一片空洞 那是因为他在通过账目系统 同步观看无人机拍摄的画面 队长将房子的地形 用3D投影的方式 推动到队员的账目里 供他们查看 不只好战术后开始行动 士兵们准备突袭蟑螂的老巢 进住这个大房子 队长指挥小黑和玛丽 去检查楼上的房间 搜索蟑螂的踪迹 自己则留在楼下 和老神棍斗智斗勇的周旋 看能不能套出他的话来 玛丽和小黑这边 没有看到蟑螂的身影 两人决定分头行动 玛丽去楼下去找 小黑则继续探索这个区域 看是否有新发现 这时发现有个布链 后边冒似藏着什么东西 猛的撩开门链 这具面目正经表情可憎的怪物 就是蟑螂 就是看到一个怪物 手里举着一个闪着绿光的机器 往他脸上乱晃 直接一枪将其击毙 楼下的人都听到了枪声 神棍一看不好 举起到后开始攻击队长 这边小黑又和一个怪物 激烈的纠缠在一起 话说这个小绿灯 难道是什么高科技武器吗 丑了的怪物 不断试图使用这个机器箱的反击 那最后还是失败了 小黑用匕首 深深的插入了怪物的喉咙 怪物发出痛苦的声音 无力的挥舞 双臂做着最后的挣扎 最后还是咽了气 怪物死后 小黑发疯一般 不断用刀鞭尸 宣泄着对他的憎恨 又看到了地上的小绿灯 这到底啥玩意儿啊 拿起来查看的时候 晃到了眼睛 感觉好像受到什么干扰一样 身体有点不太对劲 定了定神后 将这个玩意儿 重新扔回到地上 队长已经擒获了 包藏这些蟑螂的神棍 玛丽是个嗜血狂人 举枪想轰掉他的脑袋 小黑感到 或者他不要烂杀平民 玛丽只好放下了枪 说他多管闲事 这时刚才那种 混乱的不适感又来了 仿佛大脑受到了干扰一样 之后小队一把火 将这座房子烧成了灰烬 以免肮脏的尸体 把疾病传给百姓 小地灯也一起化上了灰 周队 小黑此战干掉了两只蟑螂 队友纷纷投来崇敬的眼神 他自己也很骄傲 自豪的表情洋溢在脸上 经过了一天的征战 可以睡个好觉了 睡梦中漂亮女友又出现了 这时画面却卡壳了 好在卡了一下又堵了过去 每个人的梦境 其实都是设定好的 次日来到靶场练习射击 小黑自信满满 帐木系统可以完美的 辅助士兵射击 一发命中 So easy 第二次射击的时候 帐木系统却发生了错乱 受到干扰完全打偏了 胡适感又来了 之后练习火撑的时候 脑中再次传来了 那种错乱的感觉 他只好找军医检查身体 可帐木系统 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医生给他播放了一段 3D立地投影 一次来测试 系统是否正常 他精准的用手指 点击到每一个苹果 医生说 帐木一切正常 估计因为你刚刚经历了战斗 所以会有些不作用 不用担心 小黑说 上次战斗时 我被一个机器晃了眼睛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影响 医生说 你的所有检查都正常 这样 你至少教授聊聊吧 于是小黑把帐木的问题 和教授说了 教授说 你的植物体通过了所有测试 肯定没问题 你立了大功一件 应该感到骄傲 就这样吧 为了表达我们对你的敬意 今儿晚上靠劳靠劳你 给你来个更带劲的梦吧 这回的梦更爽 更刺激了 居然是三屁 可这次卡格也更严重 卡了半天 最后竟然直接醒了过来 这个可不正常了 按说植入了帐木的人 是不可能半夜自己醒的 一看身边的队友 啥事没有 都睡得可沉了 手指规律有节奏的抖动着 证明他们正在做梦 神棍供出了一批蟑螂的藏匿处 小队再次出动 这次出动的三人 分别是一脸严肃的队长 嗜血耗战的玛丽 还有刚立完战功的小黑 蟑螂藏在废楼里 队长布置战术 小黑从地上拔起一团青草闻着 按说植入帐木的士兵 应该闻不到气味 他却嗅到了草叶的气息 有点不太对劲 队长说上头下了命令 让他们先撤退 这时突然一发子弹射来 当场被爆了头 俩人给吓个半死 小黑爬过去验伤 直接老大左眼被射穿 已经挂了 玛丽放飞无人机查看情况 原来是一只蟑螂 在窗户边上 拿着把狙击枪蹲点呢 接着把无人机也干掉了 无日虎血淹得虎子 俩人追求突袭 电动废楼指导蟑螂的老巢 经过一番搜索后 在一个房间内 发现了一堆材料和灵件 墙上还有图纸 小黑觉得桌上的灵件 和之前看的机器有点像 墙上这张图纸 详解了这机器对大脑的影响 但还是不明白 它是干啥的 连人分头行动 小黑在一个房间内 找到了一名惊恐的女子 她仿佛受到了很大的惊吓 举着球棒要和她拼命 小黑用平患的语气 安抚她说不会伤害她的 但女子还是将信将疑 紧急的面对着她 慢慢往外退 可就在她退到走王中间的时候 右边一枪轰过来 给她干趴下了 果然是玛丽干的好事 娇娇表情 仿佛立了大功力价 小黑让您查看 看看你都干了啥 你杀了一个平民 玛丽一不鸟她 又发现了目标 举枪就开始扫射 这一战简直惊天动地 把蟑螂射得人仰马翻 小黑一个鱼院扑了进来 玛丽还在逃队望我的扫荡着 一个女人躲在沙发后头 惊恐的看着这边 小黑一看 这些可都是平民呀 这玛丽不注意的时候 突然猛不过去压压她的枪口 两人趴到地上扭打了一起 玛丽急了 你这干啥玩意儿 别拦得老娘杀怪 小黑也怒了 这他妈可都是平民 一般将她打翻到地上 玛丽倒地的同时 也扣动半斤 射中了小黑的腹部 虽然中了一枪 那小黑还是强撑着站了起来 就让那个女人 还有一个小男孩一起赶紧走 玛丽这边也苏醒了 起身后赶紧到窗边观察 正好看到三人 往远处跑去的渗摇 小黑一带上俩人 开起军容骑车狂飙 刚才她一直是强撑着 腹部受伤很严重 心血鼓鼓地流淌 女人貌似和小男孩 是接着俩关系 小黑开了一段路后 眼皮越来越沉 终于还是倒在了方向盘上 等他再次醒来 看到那名小男孩 正和姐姐说着什么 女人费力地 把他拖到一处空地 去旁边掀开地面上的 几块木板 原来这是个秘密藏身处 再次醒来的时候 女人正在用毛巾 为他擦拭脸上的汗水 腹部也沉上了厚厚的绷带 被照顾得无微不至 这时女人发现小黑醒了 马上推到一边 警觉地盯着他 对小黑说 你看得到我的样子吗 小黑说 多新鲜 当然能看到了 女人又说 那你看到的不是蟑螂吗 小黑诧异地说 大妹子你可别闹了 这哪是蟑螂啊 他们都长得一团糟 而且他们也不会说话呀 女人说 你们只是听不到 我们说的而已 因为军方给你植入的东西 屏蔽了这一切 他们把这个叫帐木的东西 植入到你的大脑 协助战斗 这玩意儿会制造假象 让你把我们看成是怪物 但是我们有个很厉害的人 做了一种机器 这机器在闪烁绿灯的时候 能干扰植物体工作 小黑说 可我见过蟑螂啊 他们长得太恶行 根本不是你这样啊 女人说 那只帐木让你看到的 这时神情太薄 马力已经撵上来了 发现了他们的军车 又走一摸发动机盖 还挺热的 肯定没走远啊 小黑说 那那些平民脑子里 也没撞帐木啊 怎么也害怕讨厌蟑螂呢 女人说 他们恨我们 是因为他们被棍输成这样 十年前那场战争结束后 政府通过筛选项目 进行DNA检测 很快包括媒体 电视 网络的所有人 都开始说我们 是肮脏的怪物 说我们带有疾病 说我们的血液有问题 有缺陷 还说我们的血脉 不能流传下去 女人越说越痛苦 用手指试探性的 触摸小黑的脸颊 小黑也被这个消息震惊了 没有闪躲 这时 马力已经找到这儿了 不顾小黑的贺族 一枪将女人射倒 女人的弟弟想冲上去 但也被一枪射倒 马力拿枪顶着小黑的头 给我个不杀你的理由 小黑痛苦万分 我们看到的都是假的呀 马力觉得他疯了 一把将他提晕 小黑被带回部队 备受打击的他 心中接受不了 杀人的事实 脑中乱糟糟的 教授说抱歉 我们才发现这个机器 这个能关掉账目系统 小黑说这一切都是谎言 教授说对 没错 所以他们才这么危险 你知道吗 在以前的战争中 大部分士兵都不愿意 开枪杀人 据统计 战争很快就能结束了 所以之后部队中 强化了对士兵的心理训练 开枪率提升到了80% 但命中率还是低 而且开枪杀人的士兵 回国后精神都出了问题 所以杖母系统是终极军事武器 能帮你分析情报 了解目标 实现通讯等等等等 而且当你瞄准的是一个怪物时 就更容易扣动扳机了 另外它不光能影响你的眼睛 还能屏蔽其他感觉 你既听不到吓人的尖叫声 也闻不到鲜血和其他味道 小黑说但他们是人呢 教授说你知道他们的基因 有多少缺陷吗 他们有更高的患癌率 还有肌肉萎缩症 多发性硬化症 还有更高的犯罪倾向等等 基因筛查都显示的清清楚楚的 所以你是在保护我们的纯正血统啊 小黑说这分明是滥杀无辜 教授说你说啥 当时可是你自己同意 植入账目系统的知道不 小黑一乐了 别他妈扯毒的了 我啥时候同意了 教授拿出了一个显示器说 这是你六个月前 签字同意的录像 自己看吧 小黑心想我咋没印象啊 那画面中那小子的确是他 小黑说我没签过字啊 这时画面又卡格了 看来这段视频和梦境一样 都是人为制造出来的 其实小黑一把将一子周翻 接着就想揍这家伙 可教授已经由账目 控制了小黑的眼睛 遥控器一眼 直接影响了他知觉 根本打不着他 一切努力都是白费功夫 教授说现在我给你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 接受账目系统通知 你这几天的记忆 包括这次谈话都会被抹掉 第二 直接把你送进监狱 我建议你想清楚 小黑气得直骂娘 教授又说 张默可是你的好朋友 没了他你会提起所有做过的事 小黑说我不需要啥破张默 教授说OK 那就让你看看没了他是啥样 按下遥控器 这时小黑眼中出现了图像 这他们是在哪啊 教授说前几天去神棍家那次啊 我们可以把你以前干过的 所有事都充放给你看 之前那些轻面刘压的怪物 全部变成了平民向他求饶 小黑直接一枪毙命 看到这段画面 小黑简直要崩溃了 大喊着不要 但无论他怎么抗争也阻止不了 眼中那段不堪回首的情景 继续播放 他将匕首深深的插入 这名无辜平民的喉咙 接着又开始疯狂的鞭尸 浓浓的血腥味 传遍了他的整个鼻腔 看完这段回放 整个人贪婪的地上 教授又又说 咋样 我可以在丹人牢房给你循环播放 接着又假仁假意的安抚小黑说 但我们也可以让这一切全部消失 抹掉你这段不愉快的记忆 我相信也会做出理智的选择 几天后 小黑晋升到了更高的军衔 换上了全新的军服 也有了专属的司机 司机将他送到了梦中的那个地方 这身军装果然更帅气了 眼前的景象如童话世界一般美丽 可现实中的这个地方 只是个破败不堪的废弃房间 小黑也被这个仙境一般的童话世界感动了 眼泪顺着脸颊不停的流淌着 帐幕中的女友寒情默默的望着他 徐徐的向他走来 这次的视频还会再恰嗑吗 大家好 宇哥今天继续介绍英国的科幻神剧黑景 圣诞特别片 话说 沉默寡言的小矮哥的男主和剑谈的高个的欢喜哥 同住在这个小屋里五年了 剧情暗示犯了事的人才会来到这里 这天是圣诞节 拿着马铃薯的欢喜哥和男主没话找话 这都五年了 你都和我说话还没超过三句 和我聊聊你咋进来的呗 男主还是对他怀有戒心 不愿敞开心扉 让他先说 于是欢喜哥抛砖一跃 给男主讲述自己是因为傻劲来的 原来在这个年代 只需要对方同意 就可以通过一个带屏幕的设备 连接到任意一个人的视网膜 这样就能即时同步看到对方所看到的东西了 欢喜哥其实是个恋爱大师 通过这种方式来帮没有恋爱经验的屌丝 遇到妹子 这名屌丝就是他的客户 欢喜哥通过屏幕帮他选了一件合体的衣服 然后混进了一家公司的私人宴会里 欢喜哥自豪地对男主说着他以前的经历 屌丝说看上了一个黑发妹的 欢喜哥让他先过去找旁边那名金发美女搭讪 这招叫声东机西 俩人早就练好了许多开场白 屌丝鼓起勇气走上前去没话找话 给金发美女说了一个昏段子 啊不对是搞笑段子 描述的灰声灰色 成功俘获了金发美女的方式 这招旁边那名兔头哥不乐意了 说小兄弟我咋不认识你呢 你是我们公司的吗 跑这儿汇水莫妹子来了 欢喜哥让屌丝说自己认识兔头哥 心托点乱七八糟的稳住他 于此同时 他赶紧通过网络搜索兔头哥的资料 搜到了他的名字告诉了屌丝 屌丝倒出了兔头哥的名字 老兔虽然还是没影响 但也只好装装想起来了 这时屌丝相中的黑发妹子 却异性蓝山的离开了这里 欢喜哥赶紧让屌丝找个借口也走 于是屌丝借口上错所走了 金妹子这些兴致刚被撂起来就给甩一遍了 原来欢喜哥将观赏权还卖给了其他Bug人 只为目睹接下来啪啪啪的一幕 就到了几个人已经等不及想快进见了 屌丝找到了不深一人独处的黑发妹 看得出来妹子不喜欢喧闹的气氛 屌丝投其所好顺着说自己也讨厌这种聚会 每次都是假装合群 妹子已经可找着指引了 这话匣子也开了 下巴也歪了 笑珠眼开的样子 简直美带了 愉快的聊了一会儿 妹子说要去方便一下 人一走 屌丝马上和欢喜哥上了下一步的对策 这妹子其实是个有抑郁症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回来后看到屌丝站在那里自言自语 误以为她是个和自己一样同病相怜的患者 居然主动邀请她去自己家 俩一起来到妹子家 美女将她请进了卧室 把人组幻笑着准备大包眼福 观赏一场视觉盛宴 这时妹子钻着两杯粘稠的业绩过来了 然后一把将她推到床上 屌丝说等会儿我还没准备好呢 刚想戴套可妹子直接一口营养快线给她关嘴里了 屌丝哪知道这么好喝 问这饮料是什么 妹子说这是一杯滚炖子 说自己脑子里总有一堆人在那指手画脚的 因为她自己有精神分裂症 以为屌丝也是病友 所以给她抢灌了这杯毒酒 想和屌丝爱人携手共赴黄绝 说是屌丝给了她自杀的信心 接着女神经病又开始滔滔不绝的说着胡话 说这屌丝已经吐血了 欢喜哥一看情况不妙 让屌丝赶紧撤出来 可屌丝这会儿已经王八番壳冻婚不了了 和女神经病求饶 神经病也不理她 一阳波灌下一海碗一阳块钱 问屌丝 你爱我吗 哎 那就干了这碗心灵鸡汤吧 来了个美女应上功夫强行把毒药全灌在嘴里了 叹息就全杀眼了 本想来一场视觉盛宴 却目睹了一场杀人惨案 赶紧清理掉所有罪证 然而还是东窗实发了 欢喜哥的妻子得知这件事后很气愤 对她十分不满 拿几条空气一个剑暗下去 将欢喜哥永久屏蔽了 被屏蔽后的两人之后将无法收听到彼此说的话 也无法交流 每次碰到对方只能看到一团马赛克一般的虚眼 欢喜哥的第一件旧事讲完了 男主的态度稍有转变 接着又说 其实我教人泡马的只是个副业 你绝对猜不出的职业是什么 又讲述自己的正直 一名准备接受手术的妹子 在洁白如雪的病房中卧床等待 准备为她施手术的医师来到神节 为她带上氧气罩 医师让她放松 然后倒计时 四三二一 然后妹子仿佛灵魂出窍了一般在空中飘着 之后被放到了一个蛋一样的容器中 随后医生盖上盖子 这时欢喜哥又出现了 对蛋说 你可以说话 I can hear you 妹子崩溃的问 自己咋进这里了 欢喜哥笑着说 其实你只是一个意识副本 并不是本人 你是从妹子大脑里提具出来的 一段代码组成的模拟大脑 我们把你装在这个叫意识存储器的蛋里 副本丧心的说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欢喜哥说 其实你的本尊父先让我们干的 这样吧 我给你一个身体 免得你现在这么憋屈 副本成功现身了 他自己也吓一跳 欢喜哥说 看到你前面的控制台了吗 这个是用来控制房间的 你每天的任务就是使用控制台 给你的本尊烤你自己喜欢口味的面包 以及调节室温 设定室内光线 上好第二天脑中的时间 安排好本尊每天的行程等等 其实真正的你 这是还在睡梦中的 副本一看 自己只是个克隆体 当场打惊失色 根本接受不了这个现实 康义说 让我一天到晚干这个我接受不了 欢喜哥说 那让你体验一下 一个月无所事事的感觉吧 说完就触动了设置 时光飞逝 一个月后 激进崩溃的副本 继续恳求欢喜哥 别让干这个了 欢喜哥说 行 不想干没问题 那你在体验前 六个月啥事不干的感觉吧 六个月后 棚都垢面了副本 彻底崩溃 大爷 求你给点活吧 小你如果啥都干 本尊起床后 副本已经被欢喜哥 驯化的服服贴贴的 从此以后 每天重复的机械 干着同一件 枯燥乏味的事情 清晨操作控制台 打开白夜窗 播放一手 轻松舒缓的音乐 唤醒本尊 接着又操作厨房的咖啡机 为本尊冲起一杯 卡普奇诺 本尊惬意的享受着 这简直是神仙过的日子呀 再看副本这边 全程轻车熟路 面无表情的操作控制台 干着毫无乐趣的工作 烤面包 每天的行程安排 本尊等于请了个 高级管家老爽 可有人考虑过 副本的感受吗 男主说 这太会人道了 简直就是奴役呀 欢迎哥说 行了 现在能说出你的故事了吧 男主总算打开了话匣子 他曾经有一个 相亲相爱的漂亮妻子 两人感情好的 就像一个人一样 即便老岳父 并不待见自己 但这丝毫阻止不了 两人火热滚烫的爱情 这个高科技遥控器 不光可以屏蔽人 还可以用来拍照 太方便了 几个人去酒吧 男主的媳妇登台现场 嗓音悠扬甜美 寂静促 男主在台下疯狂的嚎叫 另外女主的亚裔男同事 在台下静静观望 之后女主的男同事 带着自己的女友 来他家做客 几个人有说微笑 气氛十分的融洽 每个人都很开心 除了看起来 似乎有些忧郁的女主 男同事带女友走后 女主说有点累了 想先去休息 男主温柔的 吻了吻他的额头 敬业的三好男人 独自一人收拾残羹剩饭 无意打翻垃圾桶 桶里边发现了一只眼云板 上面的宝宝图标 敬业是怀孕了 惊喜万分的男主进卧室 找媳妇寻问这等好事 为啥不告诉他 女主却说 现在还不是要被逼的时候 我生不了 男主求他说 你放心 我是个负责的男人 一定好好照顾你 女主还是说不行 男主说 咱俩好好谈的吧 女主说 我已经决定了 不用谈了 男主这事反应过来了 你一整晚 可都在喝红酒 你怀着孕呢 女主说 又不是我想怀的 男主急了 你这个贱人 简直就是杀人犯 女主更牛 二话不说 拿几小呼气 就把他屏蔽了 男主生气的说 把他关掉 女主已经听不见了 而且本也不想关掉 次日男主来到车前道歉 说我爱你 请求他的原谅 可冷血无情的女主 压根儿不搭理他 一脚油门扬长而去 男主又来到女主的公司找他 却被亚裔同时 告知他已经辞职 并且搬走了 为啥要这么绝情呢 自己屏蔽的人 就连看照片都是虚影 真是太令人绝望了 过了一段日子后 这天男主进城去办事 就发现了女主的冬季 从轮廓看出 他大肚子并没有打掉宝宝 男主赶紧跑向前 挥舞着手臂 用肢体语言表达 让女主取消对他的屏蔽 女主明明知道是自己老公 仍然没有关掉姚姑记的意思 最后路人报了警 男主被带到警局路口供 这年头屏蔽也受法律保护了 如果靠近十米以内 GPS会自动报警 自己就会被抓 男主和欢喜哥 叙述自己伤心的往事 但还好他还记着 自己老岳父的住址 于是他写了很多封信进一句 但都是时辰大海 杳无音信 但男主知道 每年妻子都会去父亲家 一起欢度圣诞节 于是这年的平安夜 他独自驱车 去了老岳父家等候 怕惊动他们 所以男主不敢靠得太近 只能站在一棵树后 远远的向那边望去 终于等来了他们 用摇哭涕把镜头拉近 只见老岳父和女主 抱着宝宝一同往家走 但这个屏蔽对后代也有效 所以宝宝也是一团需要 于是男主每年都去那里探望 毕竟能看到模糊的一项 总比什么都看不到好 时光飞逝 岁月如缩 这年圣诞节宝宝已经四岁了 男主再次来到这里探望 图头型以及衣服的轮廓上 也能看出是个女孩子了 男主心中百感焦急 这天无聊的时候 男主在家看电视 无意中看到了一则 火车失事的消息 伤亡名单中 竟然有女主的名字 这里的规则是 只要屏蔽人死亡 对他人的屏蔽 也会一同失效 能看女儿了 男主精心准备了一个雪景球 当作礼物 再次驱逐游赶到老岳父家 怀着激动万分的心情 来到女儿进前 终于不再是虚影了 可爱的女儿正在堆雪人 在男主的呼唤下 女孩转过头 一看这小脸 倒是一道晴天霹雳哄下来 这这这这这 怎么差的也太多了吧 分别是女主 那个亚裔男同事的女儿啊 回忆一幕幕闪现 合着自己一年一年 看的女儿竟是隔壁老王的 一头绿水的男主走进屋 老岳父发现了 他这个不速之客 把小女孩推上楼 独自面对男主 拎了把刀防身 崩溃的男主坐在椅子上 整个人都是混乱的 岳父问 你来这干嘛 如果是想问你寄了那些信 我的闺女没看钱就都扔了 男主说 我要见我的女儿 岳父说 我觉得你现在该走了 忽然我要报警了 男主艳说 我要见我的女儿 岳父说 这里没有你的女儿 男主实在气急了 钻起雪景球 就往老岳父脑子上招呼 再看老头脑子上 已经开了瓢 之后就领盒饭去了 男主悲痛欲绝 被捋了这么多年 他知道现在还煞了人 这可如何是好啊 之后 浑浑饿的男主天天露宿街头 几个月后 终于被警察抓起来 带到警局监禁了起来 但无论警察们如何盘问 他始终一言不发 男主听说 后来那个小女孩 在第二天的时候下楼 送给外公一件自己做的礼物 然后就独自出门求员去了 但年幼的他 终于体力不知 倒在了雪地中 没想到欢喜哥却高兴着 大家的偶爷 我就知道能做的 我就说我能拿到贡认词嘛 男主差异的看着他 欢喜哥说抱歉老兄 然后就秒速人间蒸发了 其实男主被出卖了 他只是男主本尊的意识副本 自己不知道并不是本人 原来欢喜哥想戴罪立功 和警方做了一个交易 进到副本的空间里 套住他的公词 给男主盯罪 空间里边的五年 外边世界其实只过了一个小时 警官来到牢房和真正的男主说 从你脑中取出的意识副本 已经交代了一切 等着判刑吧 欢喜哥说 咱之前谈好的交易 只要能搞到证词 就能还我自由罪了 警官说 我们会遵守承诺 还你自由身的 但是你会被留我暗底 因为你是个偷废狂 欢喜哥说 我只是为孤独的男人 提供了一项服务啊 警官说 这是非法服务 而且你母鸡凶案却不报警 所以将会被所有人屏蔽 于是欢喜哥 用出卖朋友 换来了所谓的自由 当他走出警局一看 所有人都是一团虚影 看不到所有人的脸 也听不到说话 对方也一样 他被警局留在暗底 所以在别人眼里 是特殊的颜色红色 让大家小心他 这样的自由 还有啥意思 这边缺者的警官 居然把副本的时间程序 设定成了外边一分钟 空间里却是一千年 最是男主犯呢 为什么要让副本 承受这种折磨啊 这个空间 其实就是男主岳父家 想个不停的半导体 被副本一把摔个吸烂 转头一开 这玩意还在 再次将他摔个粉粉碎 恐怖的是 扭头一开这玩意还在呢 接着咱 可他依然还在响个不停 副本彻底被搞崩溃了 在一分钟内过一千年 这种无限轮回的无间地狱 又有几个人能忍受得了呢 继续介绍英国审剧 黑酒之闭嘴跳舞 影片开始 镜头改到一辆 是如停车场的汽车 眼镜姐下车后 一场景气的环顾四周 像是有人在跟踪他一样 看到四周没人 偷偷把一个东西 小心翼翼放到了后车炉的上面 小明是个不如社会 没多久的小伙 在一家餐厅 做些收拾碗盘的打烂工作 这一天 他正在收拾饭桌 一名小女孩和母亲 用完餐正打算离开 小明突然叫住了他们 原来女孩的玩具忘记拿走了 小明把她拾起 送还给他 女孩在母亲的事宜下 开心地和小明道谢 走之前还不忘挥手道别 小明也回送了一个灿烂的微笑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回到家 却发现笔记本电脑 被老妹擅自拿去玩了 最郁闷的是 不知道老妹装了啥软件 把电脑直接搞死机了 小明气得抱起电脑 静止回到自己屋里 强行重启电脑后 发现有个被恶意植入的期待广告 电脑肯定是中病毒了没跑 他只好通过搜索引擎 找到一款免费杀毒软件 在一个看似比较正规的网站 下载了一个EXE文件 安装后开始杀毒 殊不知这个操作 毁了他的一生 第二天下班后 小明再次回到家中 无聊的他在客厅观看一个火热 撩人的节目 他渐渐厚得不住了 趁老妹玩手机时 偷偷回到自己房间把门关好 点击收藏价打开一个 你懂得的网站 提前将纸巾盒准备好 放在一边备用 对着屏幕解开皮带 约快地撸了一发 洗净双手再次回到电脑前 发现邮箱里多了一封email 打开后竟然看到上面写照 我们看到你做了什么 这封邮件里还有一段视频 视频中正是他刚才打灰机的画面 小伙儿被这个视频吓呆了 当播放到他脱窟窟那一幕时 再也看不下去了 一把将电脑盒上 找了个贴纸死死封住的摄像头 然而亡羊补牢 已经晚了 又来新邮件了 那边让他留下手机号 否则就把这段视频 发给他身边的所有人 这要是被曝光了 可不是闹着玩的 小明只好将手机号发了过去 这是手机收到的新短信 短信里让他打开手机定位服务 并保持开机随时待命 小伙儿赶紧问 您哪路大神呢 是想要钱吗 那边也不理 说不准告诉任何人 我们在看着呢 小伙儿一听更毛了 莫非他们就在附近 自己还有隐私吗 这晚一夜无眠 心惊胆战地度过了一个惊恐之夜 小明次日一早和往常一样 骑着单车到餐厅上班 可刚进来还没换衣服呢 就收到了黑客的短信 上面写着 您有任务了 不听话就泄露视频 接着又给他发了一个地图坐标 让他前往这里 小明疯了 回一短信说 我这上班呢呀 黑客态度很强用 45分钟内过来 不然就泄露视频 谷歌地图预估时间是59分钟 他只好装出一副便秘的样子 和主管请假 按贵器签恩要回家 还未等主管回话就走了 小明驾着了风火轮 风驰电措 电闪雷鸣般直奔目的地而去 一路上各种不要命 哎呦呦 这才是真正的马路杀手啊 总算在45分钟内赶到了目的地 这时来了一位骑摩托车的老哥 见面后 直接给了他一个 印刷四维数字的白箱子 然后打开手机就开始拍他 拍了张美美的单人照 和小明说 自己也是被神秘人胁迫着做这事的 然后就骑起小摩托溜至大吉了 这事又来短信了 让小明把盒子送到坐标上的位置 那就走呗 可端着盒子在骑自行车 手实在不够用 和爱车反复摩擦了半天还是不灵 只得抛下心爱的小单车 改坐公交车前往指定地点 这盒子里到底是啥呢 偷偷打开盒子一看 只是个蛋糕 终于来到了指定的送货地点 这是个快捷酒店 黑客让小明把蛋糕送到一个房间 敲门后说明来意 里边人却说没订过快递 这里好像是个蛋糕 是他们让我送给你的呀 里边的人还是说没订过蛋糕 让他赶紧滚蛋 不然就报警了 小明只好向黑客求助 黑客回短信 你就说敏迪让你送的 于是小明按照指示说出了名字 这招好甩门开了 他竟是冰与火之歌里的佣兵波龙 宇柯就叫他波叔吧 进了后和波叔简单的说了一下 自己这边遇到的情况 波叔想多问两句 这时黑客又来短信了 让小明也给波叔拍照 小明只好给他拍了一张 拍完照后波叔说 黑客给他发短信 给了一个坐标 让他俩把蛋糕送到另外一个地方 还在停车场给他们配了辆车 于是俩人又来到了地下车库 这地方眼熟吧 这就是一开始眼镜姐来的那个停车场 找出这辆车 按照黑客指示 从后车楼上找到了 之前眼镜姐放在家里的车钥匙 波叔说 小子你会开车吗 我喝酒了 我开不了啊 我还没拿本呢 波叔梅卓直吼酒驾 路上告诉小明 其实我在酒店找了个叫敏迪的妓女 但我有家庭 这事确实有点难以提指 我就想上个年轻点的姑娘 因为好奇无意中点击了一个网站 有个自称敏迪的姑娘跟我聊天 俩人互相发了点黄色照片 然后就被黑客威胁了 那边自称调取了波叔的硬盘 获取了他所有的资料 照片 留天记录 还有他所有行程记录的时间 地点都知道一清二楚 波叔很爱他的孩子 但若离了婚 八成就见不着女儿了 小明听后对他放松了戒心 也主动把自己的事和他说了 这时汽车没油了 俩人赶紧把车开到加油站补给 波叔加油 让小明去交钱 以此节省时间 于是小明用波叔的信用卡交了油钱 出来是看到波叔遇到了一个朋友 波叔骗他说 小明是自己的大职子 一会儿要送他去火车站 大婶将舔着脸 要他们也把自己顺路收到车站 俩人当然不愿意呀 因为车站的方向和黑客 要求的方向正好相反 可尿不过他再三的要求 只好让他上车 大婶上车后和波叔拉家长 扯闲篇 没完没了的说 这时黑客来短信说 看到他们的导航了 方向不对 限他们二十分钟到达指定地点 不然就曝光 这下波叔是真急了 心想我还治不了你了 一个加速将油门踩到底 开始了疯狂标出 车上几个人是东倒西歪 摇头晃脑 跟过坐山车似的 大婶当然不知道 波叔这是在演戏呢 接着波叔又是一个 九十度旋转大飘移 差点怼上对面来的车 大婶先想小命要紧 俺到了 波叔就等这句话呢 瞬间将车杀住 可把这温神送走了 二人将车开到了指定地点 黑客让他们扒开弹钩 伸手进去偷 猜猜里边是什么 宇哥我还真猜出来了 里边有把手枪 太阳镜和帽子 俩人当时就看傻眼了 这时黑客又发了短信 君让他俩五分钟内决定 谁来开车 谁去抢银行 俩人抬眼一瞅 果然前边是一小银行 小明赶紧说 叔我开车吧 波叔更急得抢着叔 不行 你刚才都说了 自己开不了车了 小明告诉他 这事自己真干不了 波叔忙足的心理工作 你看这有帽子跟太阳镜做掩护呢 你就算说自己是宇哥都有人信呢 另外人家过远都受过培训 遇见这事肯定乖乖交钱 见小明再次拒绝 波叔又说 你也要不去 到时他们一曝光 没了女儿 我肯定得抹脖子自杀 再看你也一样啊 到时他们给你网上一曝光 你所有亲朋好友都会看到你打灰机的糗样 你后半辈子还有脸活着吗 接着波叔不由分说 就把帽子套小明脑袋上了 又把手枪强强硬塞给他 把他踹下了 说小伙只得只身前去抢银行 进来后 在其他客户的一片惊恐之下 掏出手枪就和桂园要钱 桂园大婶给吓得大气都不敢喘 可再看小明更紧张 直接紧张的尿裤子了 尿液顺着裤管留了一地 大婶让小明把包给他 颤抖着将钱装在袋子里 小伙嘟嘟嘟颤颤巍巍的退出了门外 上车俩人赶紧逃命 波叔一眼瞅见了小明湿润的裆部 小伙窘扑着拿帽子挡住四处 这时对面驶来一辆 嗷嗷叫唤的警车 还好没发现他们 这架势肯定是前往银行的 总算又把车开到了指定地点 这时又来短信了 黑客命令波叔 把汽车开走后销毁 这时小明的短信也来了 让他把钱得到距离不远的坐标处 下周波叔叫住了小明和他道歉 他心里也为刚才的事情感到内疚 聊了两句后 两人握手道别 波叔去销毁汽车 小明背着钞票前往下一个地点 这次碰面的又是一个大叔 见面和大叔说 你先等会儿 只见他将一辆无人机放飞到空中 和小明说 他让咱俩干一架 不然就要曝光咱们的小秘密了 赢的人拿走钱 他们正通过这个无人机的摄像头 看着咱俩呢 问小明侍卫拿出了什么把柄 小明说 我就看了几张照片 大叔问照片里的孩子多大 小明不说话了 小脸憋得通红 表情极其痛苦 大叔一看明白了 道出一句 我也是 这时黑客又来短信催命了 让他俩赶紧干架 枉死了干 大叔准备往前出 小明一把掏出了手枪 大叔当时就怂了 求小明留自己一条狗命 但小明怎会伤害他人 调转倾头顶着了自己下巴上 下定决心扣动了扳机 可这枪里压根就没子弹 这想死都不让死 大叔一看又穷凶极恶的扑了上来 再看波叔 疲累不堪的他 总算回到了温暖的家 推门看到可爱的女儿 心中百感焦急 这时短信又来了 点开一看 是个爆慢表情 到卧室一瞅 妻子正泪眼婆婆的多低声运气呢 原来不讲心意的黑客 还是把他着急的事给曝光了 不说欲哭无赖 镜头又给他影片开始 放车钥匙的那位眼镜姐 他也收到了这个爆慢表情 原来他有种族歧视 是一家公司的CEO 黑客支持了他一分后 还是把他的事情曝光了 而送蛋糕的摩托小哥 也同样被曝了光 他干了啥见不得人的事 影片并没有交代 小明干家胜利后 步履盘伤的往家走 这时老妈打来了电话 原来小明有恋童癖 他的黑历史 同样被黑客曝光给了 他所有的家人和朋友 挂断电话后再看手机 那个恐怖的表情又来了 这时身后亮起了警灯 小伙惊恐的回头 几名全府武装的警官 正在向他走来 这也是一部 因版权问题被迫删除 重置的视频 之前的黑警介绍的太详细了 所以接二连三出现了版权问题 我心里挺难过的 这集很有黑性的味道 他又在我们面前出了一道 无法评判谁对谁错的难题 诚然 偏正被抓住把柄的几个人 都有各自的问题 婚内出轨 恋童 种族歧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过错 但他们的过错 貌似又都是道德上 用法律无法制裁的那种 于是黑客便站在道德制高点上 把他们愚弄戏耍了一分后 将每个人彻底毁了 这样看来黑客似乎做得很对 但这集和死亡笔记很像 我们不是神 凭什么去决定谁对谁错 有什么资格去制裁别人 黑客自己就没有黑历史吗 黑客的目的就是什么呢 黑客这样做 根本没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 也并不是想让他们认清自己的过错 只是为了惩罚而惩罚 有什么意义呢 而且黑客侵犯了别人的隐私 这件事做的光彩吗 我觉得影片结尾可以设计的更加巧妙 另一个黑客记录下了现在这个黑客的行为 也用这个把柄逼着这个黑客 去做一些他也不愿意做的事 这样的结局或许还更加深刻 所以对于这种两方都有过错与问题的粉丝剧 咱们根本没必要去站队 了解影片想传达的思想就够了 想在黑镜这部剧里站队的人 可能是真没看懂这部剧 最后宇哥想说的是 保护眼色从我做起 从现在开始 把咱们笔记板上的摄像头都捉上吧